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喜新预测》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阿金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阿金 现在我们已经聊了两期的《哈利波特》了 你现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没有太多感受 因为我几乎每一个时刻都在跟朋友谈《哈利波特》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是一个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事情 就会立刻联想到《哈利波特》的一个人 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听烦了 比如说你会跟食堂打饭的阿姨说 你喜欢赫敏还是罗恩 给我一份青椒炒肉 我会想为什么我不能打一个祥指 我的饭就自动跳到我的饭盒里面去 那我对你的生活状态还是真的是蛮 蛮好奇的 对对对对 很有趣的一个感觉 很有趣的感觉 就像我以前可能会经常会人聊到火影 聊到EVA 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感觉 对对你很容易就从生活中一些别的东西联想到《哈利波特》 所以我先有个额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昨天刚前天刚跟别人做节目 聊到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一些作品对我们的影响 就是比如说我之前也听别的主播可能聊过 就是说他觉得他的世界是有动漫游戏 还有什么什么构成的 比如这个样子 那在我看来对构成我的可能是比如说是好莱坞电影 还有一些日本的小说 还有一些东方案作品 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但是我前天跟我聊的那个哥们他也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艺术作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 其实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 我们人类怎么可能了解自己的大脑呢 这是挺健悦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些艺术作品它影响了你 OK表面上好像看到 我通过这个作品看到什么 正像比如说六十雷雷读金庸 或者什么这种一样 但是呢 是否有一种可能 其实是你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领悟到了很多东西 你见到这些人 你看到了什么事 或者你听到谁说的什么道理 或者自己顿悟什么样 然后你用这些现实生活中得到的一些技能 你再去分析那些作品 所以到底是谁先影响了你 这个其实是很难说的 到底是现实影响了你 还是作品影响了你 但是前天我们聊的可能是说 两个相互都会融合嘛 都会一起影响你 它们是一个共生的作用 你可能一边需要看作品 一边需要经历现实的生活 但问题就是说 好像我们永远也没办法 真正的去摸索到 到底它的百分比是多少 就是没办法做到很精确的度量 这个事儿 这个跟你接触到这部作品的契机有关系 就是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遇到了这部作品 就是 比如说你是在一个 我觉得你在不同的状态 你所进入到的作品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很喜欢哈尔波特 有的人他就 他虽然也看到电影 他也了解里面的剧情 但是他可能对整个系列 他就没有什么兴趣 他也不想要深入的去研究 就可能 比如说像我 为什么喜欢哈尔波特 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小时候 我太无聊了 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身边也没有 我家里面的人也不让我看电视 然后我也不能玩电子产品 我唯一的爱好就是 我唯一能够做的 然后又能让我家里面的人 就是 不会骂我的行为 就是看书 然后我看到了哈尔波特 就他给我带来了一种 可以填补生活中空虚的 这样一个气质 哦 棒棒棒 了解了解 对 就你想的这个气质是 确实很重要 你什么时候接触到他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对 我可能觉得很多电影 我都觉得我看的可能是太早了 我现在其实有点觉得 我看他们的时候 我没有感受到很深的感受 但我现在回过头 如果再看一遍 可能是马上都会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第一遍的印象 已经形成了 所以其实是有点遗憾的 这个事 我看的有点早 所以我们多看你这遍哈尔波特 也没有关系 对嘛 那我们就要今天聊到终局 就是从后者 到死亡生气的一个作品 我们就一开始就先放大招吧 先放大招怎么样 来到我们的核心人物 斯内普老师 好好好 你觉得斯内普这个角色 因为也是我最近看 也产生了一个 再次产生的疑惑 就是他的卧底行为 到底帮助大吗 有什么用 帮助挺大的 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 因为他毕竟他给凤凰社 提供了很多 关于福利摩这边的情报嘛 然后他也可以作为一个 双面间谍 向福利摩这边提供 关于凤凰社的情报 但可能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这个作用是 这个作用是很大的 我想起电影里面塑造的 斯内普的形象和小说中的 斯内普的形象 差距其实还蛮大的 我喜欢听这个 我特别想问 因为你刚看到电影不久 你看到电影里面 你在电影里面了解到的 斯内普这个人物的形象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正面 大于负面的一个形象吧 对 正面大于负面 那是肯定的 就是即使在前面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 作者也是用一些细节 比如说他念反咒啊什么的 也是表现了 他是一个还是蛮正面的人 包括他其实很早就 在凤凰社成员之间被谈论了嘛 所以大家也是把他 当作一个凤凰社成员来看的 只有在第六部的结尾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家的情绪 都被哈利波特所影响了 导致说有个巨大的误差在 其实到一到六部之前 其实他的形象 我认为也是蛮正面的 而且这种 比如说他 基本是一个冷面人的角色嘛 这种冷面人酷酷的 虽然我这里要说 沈腾的走红 让这个角色充满了习爱 这谁能想到 有这么一个双胞胎 对吧 真的很搞笑 但他仍然是一个比较 是种酷酷的角色 我觉得历史莱还是受人喜欢的 对 对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电影里面 删去了很多 对于小说里面 对于斯内普负面的 这种情节 删掉了很多 就是其实我在看小说的时候 就你会发现 斯内普和哈里 甚至是和三人组之间的关系 都是很紧张的 就是他 有的时候 你看小说 你会发现 斯内普真的太过分了 你甚至有点讨厌他 就在 在整个 就是关于斯内普这个人物 所有的东西 在被揭开之前 你是 你会觉得这个老师 有点太讨厌了 因为他 他经常动不动就 打零分啊 然后 无视赫敏啊 而且因为 对他可能 斯内普本人 他是有一点倾向于 纯学的这种信仰的 虽然说他并没有 很讨厌麻瓜 但是可能从小 他生活的成长的经历 让他是比较倾向于纯学的 所以他非常非常 就是不屑去理睬赫敏 就经常在课堂上 无视他 然后在魔药课上 只要哈维做错了什么 就会立马给他打零分 他们的关系 非常非常紧张 甚至我觉得 就是斯内普 他最后 愿意帮助哈维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 他是哈维 而是因为 他是迪丽的儿子 对 我还记得就是 可能在第六部 他当了那个 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老师之后 就是他对整个 黑魔法教学 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嘛 好像我记得 他教了很多 可能就被大家所 不太理解 不太能接受的东西 然后在课堂上 好像让学生很痛苦 我记得有 大概有这类似的东西 对 所以就是在书里面 他真的有很多 就是满招人恨的细节 电影里都 都大概隐去了 对电影里面都没有 我觉得电影是非常非常美化的 就是很大程度上 美化的这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越是这种 就是亦震亦邪的角色 他可能就越充满魅力 那咱们现在说 电影把它美化了 其实是不是也是 对于这个角色的一种损失呢 就是其实如果你展现 他更多的一面 更多的就算前面 可能有一些令人讨厌的 邪恶的一面 是否也能让这个角色 更丰满一些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 阿金讲到一个点特别好 就是说他给好人这边 提供的情报是非常重要的 但这个情报 其实是在我们这些观众看来 其实是其实是看不太懂的 除了最后 比如说有几个关键的 比如说你除非 比如说你直接当面 跟弗蒂摩说哈利波特在哪 然后大家知道 你骗了他或怎么样 但是这种情报 基本上是没有 这种虚假情报的描写的 然后大多数我们能想象的 其实是我们得用理性的去理解 OK情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直接感性上面 其实是没有对Snap的作用 说有一个形象的感知的 这种感性上的 就除了他最后的死亡 那个情节 我觉得是非常让人难过的 但前面他的帮助 其实在感性上 我就觉得有点少 哦 对 哦 是这样的 是 是 就是我 就是可能大家看到的 就是他在 他在中间 就是正反方 中间担当的 这个 这个就是 有一点好 又有一点坏的 这种角色夹在中间 是大家其实看不到他 到底做了什么 对吧 对 就只知道他 他爱着莉莉 然后要帮助Harry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又是一个狮子徒 但是具体他做了什么 就这个东西在电影里面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小说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关于 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过一种 一种解释 就是关于Snap一直很针对Harry的种种做法 就是 有一些粉丝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双面间谍 然后所以他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让自己露出破绽 因为你知道 伏地摩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于射神曲面的人物 他如果他通过他 他试图去控制Snap的精神的话 那他可能就知道Snap其实一直在帮凤凰社做事 所以他就必须让伏地摩及一众十四图相信他 所以如果他对这个男孩太好的话 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伏地摩的怀疑 哦 有道理 这个解释得通 对就是 这个是我 我有在网上看到了别人给出的一个解释 就是把他的种种不合理的做法合理化了吧 哦 那这个顺着这个说 我倒觉得其实 不管是书里还是电影里 其实我觉得都少了一些 就是说Snap与伏地摩的互动 我觉得这个应该再多演 因为其实我们对比来看 我们就拿比较经典的无间道来说 梁朝伟和韩琛 他们是有很多互动的呀 对吧 对吧 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卧底 你如果不跟黑帮老大 有一些什么互动的话 这个卧底的说服力就小一些 哦 对对对 但书里面还是有很多的 不过电影里面可能 为了别的原因没有拍出来吧 嗯 因为 呃 说到情报 其实我我我再举一个活影里面的例子 自来也的牺牲其实也是为了获取那个小子里面那个佩恩的那个那个情报吧 就是但是我们后来他呃后来当佩恩入侵墓业的时候 然后帅游名人作为主角跟陪恩打 其实到这个时刻我们差不多已经把自来也给大家的帮助忘得差不多了 就是他那个情报可能当时看起来 哦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线索怎么样 但是你越到后来打仗 那我们就越要突出主角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蛮残酷的一个事情 古往今来不管是虚幻的还是现实的 就是说活着的人永远是更重要的更值得刻画描写的一方面 所以你慢慢的就就会淡忘那个那个死去的那个牺牲者的那个他带来的那个情报 这个其实是蛮蛮蛮悲哀的一个事情 这个确实 那你在呃看第六部的时候呃你到结尾也是被哈利的情绪所带着走了吗 觉得哇斯内夫杀了我们的敬爱的老校长 最开始的时候会 但是呃你会不就是怎么讲呢 因为这个我我我从看电影或者什么 就这个情节就是我太了解后面会发生什么了 就是我已经忘了 我当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说 那普把邓布利多杀死 那个时候我是什么反应 就是觉得不可思议吧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而且其实罗琳在在这之前已经买了很多伏笔了 就所以我没有 哦因为太了解后面的剧情 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挺平静的 但是你说但是说到邓布利多的死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顺便聊一下关于邓布利多这个人 嗯就是关于我 就是你在大纲里面写到就说这个人到底有多复杂 我想先问一下你刚才讲到那个罗琳会有一些伏笔 能聊到这些伏笔吗 就是他怎么样铺垫的说 呃 斯内普和邓布利多的关系会走到这样一个局面 嗯 嗯一个是呃这个其实也在比如说我比如说那个就是关于呃就是为什么斯内普他会会帮邓布利多做事就是因为他他为他想要救利利他曾经恳求过邓布利多 哦 对这个这个这个应该是在电影的最后呃哈瑞看到了他的那个呃回忆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这个对但是关于关于斯内普 哎我想一想就是在很很就是在这个小说大截止没有出来之前 我有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的分析就是说呃因为大家都知道斯内普跟利利之间的关系 所以猜测斯内普可能会为了救利利而而选择呃为邓布利多做事这个是很容易很容易就猜到的 因为因为你从前面的几个比如说他第一步他为什么要救哈瑞他为什么念那个反咒 哦哦哦哦哦哦 对吧他他他为什么要要要去质问齐洛教授 不要不要轻举妄动对吧他前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去帮助哈瑞的一些 做做做法虽然说他看起来是一个呃很很冷酷的呃很不屑的一个人 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很多哈瑞遇到危险的时候他都有站出来 比如说呃我们看到三人组在逃亡的时候 前来就哈哈瑞他去他不是跳到那个湖里面去哪呃看到那个格兰芬多宝剑 格兰芬多然后对然后他那个当时引导他去找格兰芬多宝剑的那那那那只 那只拼路那只拼路其实就是Snape就是Snape的路 Snape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我们可以很很容易的就发现 其实Snape他他他跟邓布利多他就是邓布利多这边的人 他就是一个很很一个卧底可以这么说吧 哦哎那你真的是这这方面我觉得你蛮成熟的哎 就是就是你好像领先于同龄的我很多真的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看看看看看看看的太太早了 哎我我分享一下我在看那个惠雪王子的原著的时候的感受就是说 我一直以为到最后呃哈利波特会追上Snape给他一顿暴彩一顿暴彩 哈哈哈 不他打不他打不过他打不过Snape的 对呀打不过但我其实你到因为每一步的结局咱都是正义战上的邪恶嘛 我当时其实到哈利波特也许就迸发出巨大能量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怎么样 你结果但是结果这个是非常让我意外的我不知道让不让别人意外 反正让我意外就是哎就Snape反正是说而你竟敢用你我发明的魔咒来对付我 你给你也太幼稚了太天真了你也太太小菜一碟了 然后就那一刻哈利那些是绝望的我能深深到共情到哈利的绝望就是说 你相当于邓布利多是他的再生父母吧你面对一个杀父仇人的时候 然后被仇人所就是轻而易举的击碎了你的一切魔法 然后仇人而且关键是仇人都不屌你仇人就走了拿你就当蝼蚁一样就不理睬你 对吧就是这个太欺负人太侮辱人了就是就是哈利虽然没受什么伤但是他这个侮辱性极大伤害性不强的侮辱性极大 哦对对对对就是反正侮辱哈利就是snip的一大爱好 对对对所以我看到那个结尾的时候我的好气啊 但我们跟同学们一起讨论也是觉得哇这个也太坏了这个这个结尾太让人绝望了 太绝望了包括后来的那个呃挂坠也是假的这个结尾整个是太压抑了 没见过这么压抑的一个儿童作品 到到到第六部就应该不算是儿童作品了吧 对对对不算是儿童作品了 对到第六部应该不算了 所以你看的那个时候你还是非常镇定的 你到那个结尾非常镇定 呃也也没有非常镇定吧 就是其实我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不太理解 就就原来看的时候就不理解为什么登布利多要死 因为你想想登布利多死了凤凰社就没有精神支柱了呀 然后就没有人保护哈瑞了呀 就你想想不明白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就是跟我身边我身边有太多就是研究哈利波特的同学 他们就开始开始纷纷的就是去讨论就是说关于登布利多死之前的种种伏笔啊巴拉巴拉的 关于为什么是snip杀了登布利多就是那个时候我身边就已经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了 你就你就你就会觉得啊这个这一切的剧情都是非常合理的 你就渐渐的接受它了 哇你们同学普遍就是比我们当年高一个level我觉得 而且我记得当时第六部《混血王子》出来的时候是小说出来的时候吧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在猜RAB到底是谁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早很早很早就已经有人猜出来RAB是谁了 就是就已经有人知道他就是雷古德斯布莱克 哦对啊 因为因为 嗯你说 我们当时好像没有人猜得出来没有人 哈哈哈 其实我发现罗琳他一贯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所有的这种悬疑的谜底 他都会在前文里面无数次的不经意的提到他 嗯 RAB的名字其实在前文里面已经出现过 而且出现过不止一次 就是呃 应该最最最最最显眼的一次 应该是在小天狼星的家里面 他们家有那个家里面小天狼星在跟哈瑞介绍他的家族树的时候 嗯 小天狼星提到过我的弟弟雷古德斯布莱克 然后他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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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但是不知道他怎么死的 而且在在小说里面前文很多地方 其实都呃都不不经意间的提到过RAB到底是谁 也当但没有说是RAB就不经意间提到过雷古德斯这个 哦 哦 所以咱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第六部他他这个谜题设计的其实还是蛮OK的 就是嗯 就是合理性我觉得是是是OK的 就是既给一些人留个悬念 又给这些很能分析的人留下了足够的线索 对对 哦 那那让我对罗琳又高看了一眼 因为当时我是觉得 这啥玩个 你这个是随便写个人名啊 我们都不知道 哈哈哈 搞的啥东西 对对 其实你想想罗琳他不可能 就是突然之间蹦出来一个你从那没有见到过的东西 然后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啥 他肯定在前文 肯定就是很多次很多次也不是很多次 反正就是不经意间提到过 嗯 哦 那这块的设置我们觉得就真的还挺好的 其实到嗯 最后死亡中期在揭晓的谜底的时候 其实也很快哦 来到了他家 然后发现了这个呃这个这个东西 其实我那时候啊 布莱克布莱克真的恍然大悟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哎 这里面我觉得还一个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 我们作为中国人其实不熟悉外国人的姓名的结构 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原因 哦 对没错 然后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够 我说所以我觉得英文好的朋友可以去看原著 就是 罗琳这个人他非常擅长玩弄 玩弄 只会 真的 他真的他他里面每每一个角色的取名 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东西的名字 他都是有很多来源的 就这个分析在网上很多 包括像什么赫敏的名字啊 就是麦格教授的名字啊 还有包括他 包括嗯 哈瑞在三强争霸赛的时候 呃他其实里面有一个关卡是呃 猜一个谜底 然后那个谜底也是一个就是词汇游戏 就看小说看原文一下子一下就能领会到 但是如果嗯 看看中文版或者是你看中文版的电影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去去去感受到那种语言的魅力 哦哎 三千成八太不是 我记得一个是打龙一个是下水救人 一个是看那个呃球上的写 写上的给他一个球对吧 哦给了他一个 哦给了他一个金蛋 那个金蛋里面就是解开黑湖 就他们第二关是在湖底下 就就就自己的好朋友嘛 第三关是在迷宫里面对吧 就是在迷宫里面 在迷宫里面有一个关卡是猜谜语 就是他遇到了一只蜘蛛 应该是蜘蛛吧 然后那个蜘蛛给了他一个给给了他一个谜面 然后他需要通过那个谜面去去猜谜底是什么 如果你猜到了你就可以顺利通过这条路 然后呃拿到火焰杯 如果你猜错了 那你就你就会被蜘蛛攻击 这个我我记得有这个情节 但电影里没有 电影里删掉了 对电影把这一节删掉了 可能是蜘蛛这个特效不太好做吧 哦我就记得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类似于像什么 斯芬克斯之谜的一个东西拦在了 我记得我看火焰杯前还 我重看的时候还想能不能有这个东西 哦发现可能是我记错了 你认为说那真的是有这个情节 看来是 对有有这个情节 而且罗琳他包括在最后就是双胞胎 他们不是死了一个吗 就朝着弗雷德 然后其实这个死亡也是有预告 也是也是有预告的 就是罗琳他在前面来了一个伏笔 但是这个伏笔是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 一个词汇上面的变动 就是通过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语言上用词的一些不同 来预示你双胞胎之中可能会有一个会死亡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语言上面非常非常微妙的东西 这个你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能够能够理解英文的同学 可能才可以看到就我觉得但是少了这些东西 也也不影响你去理解整个 哇那真的很高级真的很高级真的很高级 对我们再说回第六部这个这个作品的悬疑性来 呃那他的结尾当然是有很好的悬疑感 但前面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很反常的东西是 前面他最初的怀疑对象马尔夫竟然就是最后的凶手 我以为我以为因为前面的冠场都是怀疑错了嘛 前几步怀疑错了人结果不是他 是另外一期人但他为什么第六部就一上来 就把直接把凶手告诉你就是马尔夫呢 你觉得这个是怎么样一个考虑 嗯我觉得第一个是让大家觉得马尔夫这个人很笨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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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就是因为他要为我觉得把马尔夫亮出来 是为了呃为了为为另外一条线铺设一个铺设一个 铺设一个伏笔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呃 弗地摩向马尔夫下达了一个任务 就是让马尔夫杀死邓布利多对吧 但是邓布利多肯定是不会让马尔夫动手的 他是会他他是和snip商量好了 让snip动手 但是为什么邓布利多要选择死亡 而且一定要snip来动手呢 这又是一个谜 这又是一条 这又是一条在之后才可以知道的问题 对吧 他其实是一环套一环的 所以所以就必须要 要把马尔夫这个东西就是马尔夫这件事情 放在放在一个明面上 大家立马就拍测到 把所有的焦点 集中在马尔夫的身上 嗯 这个因为他中间有一个特别笨拙的什么 送毒酒啦 什么送一个文件啊 这样的特别笨拙 真的让人发酵这个马尔夫 对就是你觉得他 就是可能是就是我也不懂 为什么福利多要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马尔夫 就是呃 而且他交代的时候就好像他没告诉他们好的计策一样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是 那你因为他已经校园被保卫起来 你外人是进不来的 OK 你只能由一个校园内的人动手 但是你动手的方式 可不可以稍微用点脑子 对吧 那种感觉 对 也有可能是福利摩想要考验他吧 因为福利摩觉得我身边的猪队友已经太多了 啊 哎那为什么没有福利摩没有直接选择让斯内普动手呢 压力说这里面法力最强的肯定是斯内普吗 因为他想要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是因为斯内普在学校里面还有一定的话语权 而福利摩想要控制 整个霍格沃兹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有有权力的人留在这儿 哦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他第七步当校长了 当校长了 对 他他第七步当当校长 校长在登布利多去世之后 他就是校长了 然后这个时候福利摩就 基本上就属于正大光明的 就控制了整个霍格沃兹 哦 对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第七步的时候 我们之前已经聊过那个麦格使用的那个 我很期待的那个 一直想使用这个咒语 然后保卫学校 那个那段也蛮帅的 然后 那个那段让人看起来 斯内普似乎 呃在麦格面前不堪一击的样子 嗯 我觉得是他故意不反击的 嗯 因为他他他必须要担当起 第一个是要要要做一个 要让自己这个卧底的计划 不被就是不被拆穿 嗯 然后他要要继续完成后面一系列的 一系列就是呃 特密多给他的一些任务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他他是 他是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他 他在呃 霍格沃兹当当当校长的时候 嗯 他我觉得他也在暗中的 就是利用他校长的职位在暗中的保护协生 因为那个时候不只是呃 斯内普一个人在霍格沃兹 所以斯内普他他不反击 然后呃 利用他校长的职位去保护学生 并且限制就是那对那对十字图 就是叫卡罗兄妹 限制他们的行为 对 哦 这个真的是还蛮细致的 蛮严谨的 好像小说里面 哦 电影里面是没有拍出来具体的情节的 哦 对对对对 哦 哦 那我们就刚才聊到了斯内普和邓布利多的关系 我们就再聊一个重头 就是 咱们之前也提到就是邓布利多这个人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我真的就是 如果我小时候可能是也没有什么见识哈 就是 我前几步一直都觉得邓布利多是个很慈爱的老头 然后没想到他是一个这么一个有心机 然后还有一个不堪的过去的一个一个 怎么样叫做 隐世的高人 就是或者是那种那种 就不是一个很纯正面正面的角色了 你怎么看就是到了第七部的时候 邓布利多还是一个纯正面的角色吗 我觉得是 就是就是在电影里面看我觉得完全是 但是如果你 呃 看小说看了里面对于更多关于邓布利多的描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就是 他只因为整个电影系列也好小说系列也好 他几乎是以哈里的目光去描写对吧 嗯 所以所以在我所以我觉得作为粉丝你去看小说和看电影的时候 你就会就毫无疑问的觉得邓布利多他是一个正他他是一个正面的角色 但是你后我我是发发现就是就是在后面几部 从第五部六部七部就后面三部小说和和电影来看 你会发现罗琳他在有意识的把这些角色立体化 嗯 就是不不再只是这种扁平的非黑即白的这种方式 而而是往这个人物注入了更多的经历和更多的这种呃一个人性的描写吧 就是你说我觉得邓布利多说他老奸句话应该不过分吧 嗯 因为呃我在看结尾的时候我一直期待着说呃 最后不管是邓布利多的灵魂在中央车站跟哈里对话也好 还是在什么时候我一直期待着说有个人或者他自己或者别人能出来给他解释一下 但其实最后他们在中央车站邓布利多并没有对自己的当年的事做任何解释 然后后来我发现那其实人家原来呃不管是预言家日报 还是那个什么邓布利多传的作者写的东西 人家讲的是真的呀 确实是真事啊 是真事 我很吃惊在于后来竟然竟然是真的 因为一开始我我我我也是一直坚信邓布利多不可能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觉得你们在污蔑 你们这个报纸啊一直都是包括写传记的人呢 你们在说谎啊 后来我发现他们尽管尽管尽管可能是为了销量还是怎么样 为了博人眼球 但他们没说谎 我发现这个让我非常非常吃惊 对我觉得这关于邓布利多这个角色就是他的立体性 其实最后也就体现在最后最后这两部吧 对吧 而且你看小说的时候邓布利多 不是小说小说的电影里面都都提到过就是邓布利多对哈里说一句话 就是说决定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 而是我们的选择就是你你再纵观一下最后一部关于邓布利多他整个一生的描写 你就不难发现他他他他一生可能尤其是到了晚年他都在践行这样一种哲理 因为年轻时候的邓布利多可能还是犯了很多错吧 我觉得他在他在他在晚年时期都一直在为自己犯一下的错误所忏悔 而而我觉得他甚至可能在他去世之前他都没有勇气去面对当年自己犯下的那些错 嗯 就是这是这是他性格当中的一个弱点吧 但是也是也是我觉得这个人物非常就是至少看让我看起来觉得这个人物更加真实的一个特点 因为他就是一个人性的体现 嗯 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你这么说就是这个人物我觉得 罗琳真的是很有勇气 这真的写的挺好他他有勇气把这个人物写的这么立体 我觉得是挺厉害的 一般人不敢把一个这样的角色写的写的就这样的事了 我是觉得 对而且我这里补充一点就是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邓布利多他他他他在呃 就是就是乌布利奇当上校长之后他不是曾经有段时间逃走了吗 对他在他在逃走这个期间他其实去了那个弗地摩的老家就是去了刚特刚特家族的老宅 他发现了一枚戒指就是刚特家族的一枚戒指 那个其实是呃伏地摩其中呃众多魂器中的其中一个吧 然后刚好那个戒指上面镶嵌的是复活石 根据传说拥有这颗石头的人能够让人呃死而复生对吧 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但是邓布利多他还是就是没有办法去战胜呃 啊这样一种用火所以他把那个戒指戴上了就是他他戴了那个戒指刚就收到了伏地摩湿在这个戒指上的恶咒 然后这个诅咒上面就是这个诅咒是绝对会要的邓布利多性命的 虽然说呃以邓布利多的法力他可以控制这个恶咒的起效时间 所以他才会要求呃斯内普杀死他 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彻底的阻碍这个诅 然后蔓延自己的全身所以所以当斯内普反对邓布利多的时候邓布利多对斯内普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是帮助一个老人免于痛苦和耻辱 就是你你细评一下这句话帮助一个老人免于痛苦和耻辱 就是就是他他他他他在他他他内心 原来一直被自己以前犯下的错一直一直困扰着他一直一直一直 想要去挽回曾经犯下的错误但是他他他到他到最后的生命 最后的时光他都没有办法摆脱他都还在渴望就是能不能去拯救一下 以前犯下的错误能不能把他的妹妹给救活才发现不能 嗯对吧就说明他其实内心一直在一直在被过去的这些种种的事情 备受煎熬哦 哦他妹妹是因为什么那个离开的 嗯 他妹妹是呃这个是就是在呃你知道邓贵多他早年也在后果子念书吗 在他毕业的时候他本来是按照按照无世界的传统啊 他是要去周游世界的然后去学习然后 哦gap year 对对gap year然后继续深造 但是正正准备他要他想要大展宏图的时候 因为他真的是天才他在后果果子真的是个天才 正当他想要大展宏图的时候 施展自己的野心的时候啊他家里面的人告诉他说他妈妈去世了 然后只剩下一个妹妹和自己的弟弟他不得不回去照顾自己的妹妹 而他的妹妹是因为早年呃六岁的时候吧使用魔法被三个麻瓜看见了 所以他被这三个麻瓜就是侮辱了呃 侮辱了之后他的父亲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女儿就是他 因为因为他的妹妹叫呃阿莲娜对阿莲娜在被侮辱之后就就不愿意再使用魔法了 所以他的父亲就去去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报仇就攻击了这三个麻瓜 然后导致父亲入狱 然后所以他的他妹妹就因为长期压抑剂的魔法应该是催生出了就是默默然 但这个这个这一段故事应该在神奇动物3里面可以看到就具体是怎么样的 应该在这部电影里面会讲得很清楚 所以所以在他毕业的那一年他他的妹妹因为没有办法控制魔力就误杀了他的妈妈 所以他就不得不回去照顾他的妹妹和弟弟 然后他就觉得他呃被家庭所困住了但是刚好这个时候他结识了格林德沃 他就每天每天跟格林德沃在一起然后一起研究 他们的宏图伟业就导致他长期忽略了自己的妹妹 然后所以他弟弟就心怀不满就在有一次他们发生了争吵 然后在争吵中格林德沃也加进来了 然后格林德沃就攻击了他的弟弟 然后他的弟弟又反击啊 他们三个就陷入混战 然后在这场混战之中 他妹妹就被不知道是谁发出的这个咒语攻击 然后就去世了就死掉了 然后其实我呃这个具体就是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应该在神奇动物3里面会看到 但是呃 邓布利多一直相信就是是因为他他们没拍去世的 哦 了解了 确实哦 那这个对邓布利多的人的影响真的很大很大 对 这其实我们今天这部算是一个呃 神奇动物3的大型预告片 哈哈哈哈 哈哈 对因为刚好神奇动物3就要拍到邓布利多 嗯 棒棒棒 希望那个这个电影的宣发可以联系到我们啊 哈哈哈哈 如果可以的话 嗯 而且那个邓布利多是那个长老魔杖的拥有者吧 他可以看得出来 他应该是对力量有着非常非常的渴求 哦对没错 他早年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想要去追求权利和荣誉的 嗯 嗯 然后呃他和格林德沃的这个关系 我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他能不能深入讲一讲 对 然后但是他老了之后 却变成了那么一个咱们看来好像表面上呃 与世无争的人 但其实他老年的时候仍然像阿金刚才说的 他仍然在做善事在忏悔自己 他用实际行动他去找弗地摩的魂器 然后帮助哈利帮助晚辈 他甘愿成为了呃一座桥梁一个铺垫的铺路的人一个电脚石 帮助哈利就是打败弗地摩对吧 最后其实是整个邓不利多没有看到最终的结局 但是但是他整个留下的呃三样三样看似无用的东西 帮他帮助了哈利赛尔小队就感觉到最后的时候感觉 哇你这一切都哈利你真的是很窝脑你没什么本事 都是人家老邓头给你铺垫好的呀 我看到最后有这么一种感觉 确实是这样的你想想如果没有在他们三个在逃亡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贺民没有老邓头的各种帮助 我觉得哈利可能很快就会被抓住 可能他们真的就挺挺不过来 你看咱们呃看看那个三个东西哈 一个是一本童话集对吧给了贺民的 对对 啊然后一个是叫吸灯器这个太搞笑太搞笑了 这个太幽默了我看的时候就想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毫无用处的一个东西看似毫无用处 然后哈利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给哈利的一定是真的是有用的 但其实最后我发现没什么用没对吧 虽然它很重要它是复活石 但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我们要不聊聊这三个器物 对三个主角的作用吧 吸灯器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属于看似 虽然它实际上功能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小说里面描写过 就是当时我拿到吸灯器的时候 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厉害 都会给他这个东西 除了可以吸收光源 放出光源之外 但是在你知道他们三个 在出逃的过程中 就罗恩不是夫妻 就一个人就走了吗 然后走了之后 他发现吸灯器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一旦当贺敏和哈瑞 念到罗恩的名字的时候 吸灯器就会让罗恩知道 罗恩就可以从吸灯器里面听到 哈瑞和贺敏在叫他的名字 然后也会很快 可以通过吸灯器知道 他们两个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是邓布利多 在这在这之前对 启灯器做了改字吧 他变成了类似于门 门钥匙的东西吧 对对可能是 maybe就是他可能猜到了 就是他们三个在逃亡的过程中 出现分歧 然后然后罗恩会 会会一个人离开 就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 深谋远虑了 就是很厉害 你就看能够提前预测到 他们三个可能会发生那些问题 然后另外一本故事集是帮助赫敏破解了关于死亡生气的秘密 对吧 就是他那个那个诗集上面有死亡生气的标志嘛 然后好像也是也说赫敏从这本书里面了解到就是一定要用比魂器本身魔力强大的东西才能摧毁魂器 这个这一点也是赫敏从从这本书里面推测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金色飞贼 这个我想要就多说两句就是 就是复活时这个东西 好像是一个很强的很强的东西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暖用的东西对吧 对对对 因为因为我我我在这之前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讨论他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解释 就是就是因为首先邓莉多他在之前他已经他已经亲自尝试过了 复活时并不能让人让真正死去的人复活 但是他却可以让生者看到自己对想念的人 然后邓莉多也已经猜到就是要杀死弗地魔就必须清除掉所有的魂器 而哈瑞正是其中一个魂器 所以他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让哈瑞去赴死 而在哈瑞赴死的时候 复活时会让他看见那些深爱着或者是哈瑞也深深爱着的人 就他的父母他的小天王星 所以复活时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哈瑞勇气 对对这是我刚才也想说的 就是他其实看似没有实际的物理伤害 但是就给人巨大的精神buff 精神buff点满就是满极的精神力量 就是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对对 那我一开始其实我是我忘了前面的剧情 其实我是忘了我看过 我误以为我猜到了里面是复活时 但是我以为是这个东西 帮助哈瑞挡下了一次什么致命伤害 或者说咱们都知道哈瑞有假死吗 对吧 然后海格抱着他走回来 我一开始是这样猜想的 我以为哈瑞可能提前把复活时握在了手里 然后好这样你打我一次我有第二条命 我有第二条命 但居然不是这样的 对因为因为这个时候老魔杖的真正归属者是哈瑞嘛 就是魔杖是不可能攻击自己的主人的 魔杖只会攻击主人以外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老魔杖归属于哈瑞 所以在弗地摩他用那个杀戮咒的时候 那个杀戮咒其实是攻击到了他自己的灵魂 所以哈利当时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对没有受到伤害 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哈利体内弗地摩的那一片灵魂 而不是受到伤害抵消了 没有抵消的事 对你想想如果如果如果是有有有有这个功能 那那我我觉得肯定魔法魔法界很多人都要都想要拥有他 对那我这个我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游戏玩多了 游戏道具就是这个原理吧 抵消一次伤害 但是其实我觉得说不定很多人都会这样以为吧 就是如果不太不太知晓其中种种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话 你就会觉得一定是复活石帮哈利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他毕竟给了哈利那么大的勇气去复死 这个复活石跟第一部的魔法石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整个魔法石只有那一块魔法石 然后而且那个魔法石的作用是让人长生长生不老 然后可以点石可以可以点石成金 对 作用不一样哦 我觉得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把它们混淆了 我以为是第一部那个留了下来 没有那个那个东西在第一部之后就被摧毁了 其实这个地方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就是我们叫魔法石嘛 他他原本应该叫责人知识 他叫philosopher's stone 就是责人知识 或者叫贤者知识 或者叫什么 对这个可能是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吧 哦 那我觉得这个翻译对这个电影票房应该有巨大的提升作用 你想谁会靠一个责任之识 人家以为是个什么片子 魔法两个字在这个票房电影标题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 对吧 对一下跌出了 这是一个跟魔法有关的电影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复活石那个东西 它的结局是被哈里随手扔到地上是吧 好像我忘了就是最后那个复活石 没有应该哈里把复活石留了下来吧 扔到地上好像没有 我因为我记得是哈里就是看完他那几个亲人之后 然后就坚定了信念 然后复活石就是 哦哦哦在电影里面 在电影里 不过他他其实是他其实是一直握着那颗石头的 哦 哦 哦 因为因为这几个呃 神器就是隐形衣可能一直是在哈里留着嘛 这个是唯一真正有用的东西 那张老婆这样也被哈里毁了 所以复活石的去向我觉得 很可能引起下一次就是魔法界的一个争斗嘛 可以写可以可以写迅迹了对吧 对啊就是大家为抢了抢这个东西嘛对吧 对呃 你发现没有就是就是我觉得在哈里复死的时候 他已经拥有了三样东西 对 隐形隐形一 老魔杖和复活石 对对对 然后去根据根据魔法世界的传说 就是当你拥有这三样东西 你就可以成为死亡的主人 嗯 我觉得可能可能也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就是哈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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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了生死了 哎 他已经是死了他已经是死了他已经是死了他不可能他不可能会再死了哦有可能有可能是这个原理反正就怎么都解释得通你从这个圣系的角度也能解释得通从魂器的角度也能解释得通嗯 就是罗琳的厉害之处了吧 厉害之处厉害之处 哎那咱们我想再聊聊那那个小预言嘛 因为其实呃 这个预言这个形式我怀疑刘思新是严重借鉴了这个预言的形式在三体世界里 他才有那个云天明的同化故事嘛对吧你有看过吗 嗯 我没有看完哦 因为到第三步的时候其实是就云天明从外星人给地球人发来了童话故事嘛 他为了那个防止外星人破译那个我的云天明真正想表达东西 他就把外星科技的种种的秘密编了童话故事告诉了地球人 然后地球人解读这童话 哦解读怎么 什么特别有意思 哎你说到这个我都想起三体里面还有一个跟哈里波特很像的就是三体里面不是有面秘者吗 嗯 然后在哈里波特里面对面秘者在哈里波特里面有有有一个有一个有一种人物叫尖默人 就是他们是在 我不记得我不记得 这个在电影里面没有出现过他只在小说里面出现过就是他是他尖默人是在神秘神秘事务室里面呃神秘事务室里面工作的人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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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生都在神秘事务室里面研究那些比较神秘就是什么爱死亡这些 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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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难理解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不能够去向别人说出他们呃研究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也不能告诉外人他们他们就是呃得出什么样的成果就是他们就是什么都不可以说叫尖默人 就是他的性质其实跟三体里面的面壁人很像就是你你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能说出来 呃那这个接摸人他们有没有说他们研究的成果是为谁服务的还是为整个文化实际还是说他们就是说领导分配给他们哎你研究这个你研究这个还是他们自己自由研究 嗯都都没有这个就具体的就没有就没有讲到那么详细了对就是你你因为因为他们必须要长期保持沉默而且在神秘事务室里面就是呃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我们魔法部的存在就是为了就就是跟神秘事务室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就是对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店里面看到那个维曼对吧就是小天王死的时候那个那个维曼 就是那个东西他他是非常非常古早就存在的一个东西而那个时候的巫师们不知道他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作用但是只是隐隐约约的猜到他可能跟死亡有关然后整个魔法部其实就是在这个维曼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哦这么神奇 对所以就这么一批巫师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他他背后是是什么样的原理 或者是怎么样全部就是外界全部都是不知道的哇我超喜欢这个细节我超喜欢这个其实见默人就好像代表了就是我们社会中那些呃在某个科学院里面就某个角落里默默的研究了某条公式的人然后某一天他就突然说我解开了费马大经理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解开了什么什么量子力学的某个谜题就这样这个这个太让人失望了这个东西 哦你会想的就是以前就是在呃在过去的时候被秘密一份呃呃派到西北地区做实验的那一批老的科学家哦是有是有这种感觉是有这种感觉对他们就是就奉献给了某个某个事业然后就沉浸在其中 然后可能一生都默默无闻可能呃到老的时候能发表一条什么重大发现但是也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也是很有可能的这个太太震撼人了太震撼了哎我们那刚才聊了就是呃三个三个看似无用的东西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帮助呃 呃那你在看结尾的死亡胜戏这一部的时候你还记得就是他们三个到底有哪些发挥材质的地方吗 嗯哦赫米就不用说了吧对在打败魂系的路途当中嗯我觉得赫米就不用说了吧其实太多了他的他的高光点对他那个我觉得虽然我喜欢的是他那个叫什么呃空间折叠袋什么那个小袋子能放下很多很多东西对的叫叫呃无痕伸缩咒就是可以无限就有点像那个哆啦A梦的那个四维小袋对对对对对 嗯那个东西实在太太厉害了然后关于呃哈哈利我是记得有一点但是这一点就是他在电影里面和在小说里面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在呃就是在逃亡之后后来回到霍格沃兹哈利当时不是已经猜到就是呃其中一个魂其实是拉文克劳的那个冠冕吗嗯就是一个冠冕就是他当时到那个塔罗上面去找那个拉文克劳的幽灵海莲娜嗯 他那个海莲娜告诉他那个冠冠在哪里就是这个这个电影里面和小说里面不一样就是小说里面是哈利自己猜到自己想到其中一个魂器是冠冕的但是在呃电影里面变成了是呃呃Luna提醒了他对对对Luna说那个邱章说只有死人就是活人看不见啊对就是我活人没有一个活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是 嗯那就说了一句但是呃呃死人肯定会知道对吧呃说不定是一个对这个地方是但是在小说里面是哈利自己想到的他自己他自己他通过各种就是伏地摩他制造魂器的一个习惯去猜到可能是跟呃那个霍格沃兹四位就是四位创始人可能会有关系所以呃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呃是一个 他发挥了自己才华的一个呃就是那个脑力哦发挥了的一个这个还是蛮关键的因为到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最后的解药关头了嘛解药关头我觉得是争奋多秒外面在找哈利然后里面在那个保护着哈利然后在做自己的事争奋多秒的时刻了已经是对嗯还有罗恩的高光点我觉得就是他 他在他在他在他跟赫敏一起去呃一起去毁掉那个金杯的嗯那一幕吧就是在电影里面就是他模仿哈哈我觉得这个是在他在电影里面模仿哈利说那个蛇老枪然后赫敏一点惊口哈利经常哈利经常经常说梦话我学会哦哦哎这个很厉害很厉害我觉得他最高光时刻是和赫敏接吻吧 哎这里我有个疑问就是呃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他在毁第一个那个挂坠盒的时候其实是遇到了一些阻力嘛就是他那个诱惑会出来嘛诱惑弗地摩德魂器他那个爆发出力量会诱惑你引入你人心的黑暗面呃是每一个魂器都会诱惑你吗因为我在记得在密室里的时候他用那个蛇的毒牙的时候其实只是 电影里只出现了什么水木啊水浪啊那样东西但没有具体展现诱惑是魂器是每个都会诱惑还是有的不会嗯我我应该不能叫做诱惑但是魂器他会激发出你心底最害怕或者说你心底最阴暗的部分就是每个魂器都会因为因为那他毕竟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咒语 附在这个物件身上他就是会会激发你内心最深处的这种欲望内心最最最阴暗的这个东西我我觉得德布利多为什么经受不住诱惑去戴上刚特的那枚戒指其实也有可能是是遭受了魂器的这种这种蛊惑对吧对对对蛊惑这个词用的蛊惑对对就是魂器他都会他都会给给给就是 他的持有者造成一定的这种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就是蛊惑吧就是他会激发你心底面最最最最最深处的这种我觉得罗恩也是罗恩也是受到挂坠河的影响然后最后自己战胜了他这个也算是高观点吧哦对我还记得就是中间他们慢慢的逃亡路同中他们三个人轮流带那个挂坠吗其实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每个人带的时候情绪都会变得暴躁啊对而且这一点 是恨没发现的他太肯定了那我就其实这里边有个很很无聊的想象那哈利也作为一个魂器他时候也能蛊惑别人的哈哈哈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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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是弗地魔无意之间制造出来的就是可能弗地魔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有一块灵魂碎片附着在哈利身上但是但是我我我发现就是我在看那个哈利波 他与凤凰社的时候就是那整整个一部啊他里面就是让你会让你觉得哈利因为那个时候凤凰社这一部弗地魔已经复活了嘛所以哈利他会受到弗地魔情绪的影响就这整个一部你都能发现哈利在这一个小说里面他整个人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容易愤怒非常焦虑焦躁的一个情绪状态里面而且这些情绪影响了他对于很多事物的判断可能也也有吧 可能也会哦就是对哈利本身可能也也会受到这个影响哦哎所以那在弗地魔的眼睛里在他的呃世界里他只有六个魂器他不知道他还有第七个对他不他他不知道这是无意间创造出来的哇那这个情报可真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哈利自己本人 都不知道这个是邓波利多事先猜到但是他并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造成了他跟呃弗地魔之间有这样的连结就是邓波利多猜到了可能会可能会哈利可能会成为其中一个魂器嗯哎那咱们刚才聊到就是正好呃斯莱特林的怪剧盒还有那个呃 贺奇帕的呃金杯啊还有那个拉文克劳的呃冠冕冕那其实这里面其实很有趣的是很多魂器哈利都是用格拉芬多的宝剑毁掉的那弗地魔就漏算了一手他如果把格拉芬多宝剑也变成魂器那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对那么问题就是格拉芬多的宝剑是一个bug一样的存在就是如果你不是格拉芬多的人你是不可能找到那个宝剑在哪里的那个宝剑 他可能随时都会出现随时又会消失所以而且对就是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弗地魔没有办法拥有格拉芬多的宝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不是格拉芬多的继承者他也不是格拉芬多学院的人嗯嗯呃我这里面到第七部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呃那个小精灵那个古灵格的小精灵 其实就是会后说我答应你们带进来但是没说帮你们出去然后他呃拿到了宝剑最后龙呃带哈里他们冲出去的时候其实把他们都搞晕了嘛然后那个宝剑那个小精灵躺了晕在那的宝剑自动消失了有这么一个镜头对嗯对就说明就宝剑嗯就就是你配不上这个宝剑宝剑就会离开你最后消失啊对就是这个宝剑只有真正是格拉芬多 那么多的人才会他才会得到才会这个宝剑才会现身如果你不是他就会他就会消失嗯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呃当初这把宝剑在被密室里哈里布特拔出来之后OK那我们可以说邓布利多拿到了他然后把他为什么邓布利多把他放到了湖里面就是放到湖里面这把宝剑没有了观察者他像量子力学一样像薛迪哥哥的猫一样他不会变得消失吗 他为什么宝剑能一直被封印在湖里呢嗯我也不知道哈哈哈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就好像是给哈里故意出了一个谜题让他自己去解开一样嗯对吧就因为如果我把宝剑直接给你那宝剑会不会消失掉 或者是怎么样就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对有这个似乎是一个很难解开的谜嗯反正就是我我理解就是只能邓布利多的意思是这把宝剑呀如果直接放在哈里这他就会被别人抢走或者怎么样因为哈里其实他也不是法力很强然后别人带来了他的逃跑途中或者怎么样就所以他一定要放在一个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然后让哈里去拿 对吧对吧对吧那所以别人又拿不到那只有哈里能拿到你只能这么解释但你要如果再牵强一点的话你可以说哦这个湖啊可能是某个格兰芬多的前辈所所埋葬的地方所以这宝剑能在湖里一直存在的哦哎说不定有可能对吧说不定有可能嗯对哦那另外一个呃就他的魔杖其实是 也是呃长老魔杖也可以认为邓布利多是故意留给伏定魔的嗯就是就是为了混淆伏定魔的事情嘛就是让他以为呃老魔杖属于他自己对就是让然后就是他就把长老他知道长老帮这么厉害他应该之前就把他毁了或者说交代遗言毁了但其实他直接就把跟他一起埋在了坟墓里嘛那伏定魔就很简单就拿到了他对吧这个其实是 伏定魔就是上了一档对对对哦哎那你觉得呃他们哈利三人小队在消灭魂气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否是有点太依赖跟他们多的保险了就是作者在写这块其实有点单调呢我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单调嗯其实也有可能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找到 别的东西可以消灭魂气了吧嗯你想想在当时那个大战的情况之下除呃除了宝剑跟呃那个毒蛇的毒牙对吧就是是两个已知的可以消灭魂气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再去找更强大的武器也不太可能对吧嗯是有一点单调但但其中其实那个拉文克勞呃和其帕奇的金杯是是在那个有球兵屋里面被那个烈火所所摧毁的吗 对那个那个其实我记得当时是我蛮喜欢的那段情谊我真的很喜欢在有球兵屋的那段那段故事哦太喜欢那个了对就但是有球兵屋也毁了也被毁掉了哎他是永久被毁了吗对对对就是被毁掉了哎因为之前不是那个谁屋里奇不是拿退土机把墙也凿穿了好像那我理解那有球兵屋后来可能自动有 修复功能吗或者说咱们理解有球兵屋可能是一个呃能出现在很多场景的人他不依赖于这一个墙所以我我可能以为他没被毁他难道一场大火就得彻底烧没了我天呐因为因为当时在那个有球兵屋里面呃就是是是是是高尔还是克拉布他释放出的是一个黑魔咒就是利火对吧那个东西他就是一旦被黑魔咒伤害的东西是很难再恢复的 哦明白了哎那这个点其实就很有趣了呃他既然高尔放的不是一般的火那哈利其实那说明高尔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强的人吗对吧那其实哈利他们包括大人包括卢平包括呃麦格等人他们应该也可以释放一些黑魔咒消灭魂器哦嗯会但是但是前提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把那个 你有没有能力去释放出那么力量强大的黑魔咒就是你要是你要是黑你要是这个黑魔咒的话的一个前提是你内心一定要绝对绝对的这种邪念哦那明白明白因为当时你说我就看书的时候这块我能理解哦他是你你刚才说黑魔咒提醒了我但看这样的时候我就忽然恍惚了啊一个普通的火焰竟然就能烧灭这也这也说不过去啊 哈哈因为那个是黑魔魔咒释放出的而且当时是因为他的魔杖失控了吧魔杖失控控制不了那个东西然后所以就哎但是呃如果有球病屋就这样被毁了我觉得也不一定也可能没有被毁因为这个地方他没有没有没有具体去讲就是最后有球病屋怎么样了应该是也有可能后面他有球病屋自己又出来了 他就像是一个一个咒语一样存在在霍果滋城堡上对对对这种就是呃死而复生的情节就是咱们虽然他有球病屋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哈但这种你想给他让他死而复生我觉得是可以圆回来的我想我想这里想说一个那个阴魂里面的呃死而复生是怎么圆的他非常经典这个圆的我觉得他脑洞开的太大了而且这种跟观众的互动给人感觉的真的非常玄妙我至今觉得他是我见过的 圆的最好的死而复生 阴魂里面有一个呃外星生物吧就是叫伊丽莎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长得像像鹅像鸭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其实是大型人偶嘛 然后有一集伊丽莎白啊就种蛋了还是种什么反正就死了 然后到了这集的结尾呢然后就是可能片尾彩蛋里面说呀 这个伊丽莎白啊这个死掉的伊丽莎白呢 是我们这个演银魂的呃演银魂这个我们工作日啊是星期一到星期日啊 死掉的这个伊丽莎白是我们星期二那个演员演的伊丽莎白啊 所以还有六个伊丽莎白大家在今后看到了伊丽莎白是那六个演员演的伊丽莎白 天哪 这个打破第四股墙嘛 对直接跟观众对话说我们演这个戏的时候啊 我们就现在演星期二的伊丽莎白那个演员现在领便当了回家了 结工资了 但是别人都还在 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个真的 这是谁想出来的 这个真的我很佩服想到这种解释的人 我这个太牛逼 我是没见过敢这么解释的真的 很有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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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有球必用物大家也不用担心啊 假如假如如果有后面的故事的话 我相信哈里的儿子啊 闺女孙子孙女他们应该也会用到有球必用物 那我刚才还想到这个其实他们在消灭魂器的过程中 其实阿金你之前讲过麦格等人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变形变形的那个能力 对吧 对阿尼玛格斯 阿尼玛格斯变动物的能力 那按照比如说咱们正常逻辑认知的话 既然变动物是一个很高的魔法了 那么变人必然是更难更高的更难以学会的 但是这里面富方汤记却让变人变得非常轻而易举 对吧 对 这个这个有点太bug了 我觉得就是他们 比如说我也很喜欢另一段情节 他们勇闯古灵格大脑古灵格的时候 也是用了富方汤记 这个东西包括一开始那个 飞天少数开始营救哈里 每个人带一个变形的哈里走的时候 也是用了富方汤记 这个东西的出现次数有点太多了 而且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对 这个东西 怎么讲呢 首先富方汤记 这个东西它非常非常难制作 就是它其实是需要对魔药学比较精通的人 甚至说非常精通的人 才能够成功的去配置它 然后另外配置富方汤记也非常的复杂 就是在第二部里面应该说过吧 就是配置富方汤记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就是它会根据就是你在配置过程中的 些许的偏差或者误差 它会最终导致这个药的药效 可能不会那么的持续 就比如说 一般是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 它就失效了 然后可能有比较厉害的巫师呢 它可能配置出来的富方汤记可能会长达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都不等 就首先这个东西它本身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出来的 就好像就是你在学校有个实验室做实验一样 可能重复好多次 你都不一定能够做出一个成功的实验 然后还有一个是富方汤记 它只能作用于人类巫师 就是对于像海格这样自带buff的人来说 富方汤记是对它来说没有用的 它对它来说是不起作用的 就只有人类才才可能通过富方汤记去变成其他人 而且恰好主角们就是他富方汤记学得很好 对吧 有学霸在 就恰好有后面这样的学霸在 然后富方汤记可以 他也只能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然后但是他不可以把你变成动物 如果你如果你误用了的话 就是他就要效就算过了 你可能也会很难恢复嘛 这个在逆世里面就出现过 何明不小心变成了一只猫 一个半人半猫的东西 但是在要效过了之后 他依旧没有恢复 就一直在吐毛球 小说里面讲的 就是他吐了两个月的毛球 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 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你发现没有 就是为什么说 为什么福利波没有头发 为什么 防止富方汤记吗 说不定 防止别人偷他的头发 变成了发的样子 真的 真的 他没有头发 这个真的太搞笑了 我突然想到 太搞笑了 这个警惕性真的很高 所以他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黑魔法师 他牺牲真的蛮大的 对 福利波真的 又没鼻子又没头发 这个人 很好笑 对 这里面就是福利波 我觉得他对保护他的魂器上 其实我觉得不是很用心 你看就比如说 挂绝盒 不是那个挂绝盒 是那个 是挂绝盒 就是小台南城弟弟偷那个 这个情节真的演了好久 他们从一个地方追到另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小偷又带他们去找那个乌姆里奇 之后那个从乌姆里奇上 摄像头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把乌姆里奇看成一个客观的 就是傻不垃圾的第三方 其实他只是单纯的爱美嘛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 但福利波感知不到 这个挂绝盒的所在地点吗 如果他隔太远了 就没有办法感知到 就是如果 他因为魔法 他是会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的嘛 就如果你隔的距离太远了 就比如说像 像哈瑞他在有球并屋里面 找那个拉门克劳的观点的时候 因为因为那个 对吧 他是他通过自己 他因为近距离 他能够感知到 但是如果距离远了 哈瑞自己本身 他也不知道 就这些东西到底在哪里 有道理有道理 反正这个 反正也说得通 反正对他的保护 所以他其实最后把那个 纳吉尼一直那个放在身边 就是其实他已经意识到了 我不能让魂器离我太远 然后就是留在身边 但是没想到 就是正因为留在身边 给了消灭他的机会 这个真的是太小了 太厉害了 这个就是 我对整个作品 因为我是回看的时候 从第一部开始 魔法师回看 我突然意识到了 在前面几部作品里 罗林对龙巴顿的描写 是多么的有趣 龙巴顿是多么无能 无知 小丑一般的角色 对 然后最后给了他一个 非常非常这种高光的时刻 对 非常非常高光 而且他最后那个斩蛇行动 我理解他并不知道 蛇是魂器吧 他只是为了保护 罗恩和赫敏吧 对 就是因为他 当时这个手要攻击他 他就下意识了 去把这个手给斩了 对 这个情节 其实我也是 当时的记忆 跟现在不一样的 我当时的记忆里 可能是觉得 我自动把龙巴顿的形象 给高光化了 我觉得 这是个英雄 出场 我就要完成这个使命 好像之前有人告诉过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蛇 我一定要那什么 后来我再看的时候 发现原来不是 因为 龙巴顿在拔出格兰芬多宝剑之后 挨了一摩杖 然后宝剑把他挡了一下 然后他就弹飞了 然后被地上撞昏了 之后 之后赫米埃罗恩说 那个大家要努力把蛇杀掉的时候 龙巴顿其实听不到的 他那个时候是昏迷的 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蛇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他只不过从昏迷中书醒 就像一个傻了巴依的 就是一个小孩 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刚才干嘛了 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然后一看眼前一个蛇 要攻击我的好朋友 哐踢就是斩了 一个简单的一个 没有什么阴谋和计谋的 这么一个计算 就是我就要保护人 然后咔压就完成了 我天哪 这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这就是他性格里面一部分 就是他就是龙巴顿这个人 他真正性格的这种展现吧 就是因为你看他 他虽然说就是一直以来就很胆小 然后也比较看起来傻了巴逼的 然后也就是不太聪明 就很又很自卑的一个男孩 但是你 但是他被分在格兰芬度 格兰芬度的天性就是 是很勇敢的 敢于冒险的这种性格 就说明他性格里面 其实是有这样一个部分在的 就是可能说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那个部分 然后在最后大战的时候 受到了什么刺激 然后就让自己的天性 在这个时刻绽放了出来 他其实就是你说的对 他其实天性里还是有勇敢的 这个品性的确实 对 而且他始终是对自己很不自信的 就是从他入学到 就是他从小到大 就他自己都非常的对自己非常不自信 这个可能也跟他 就是跟他怎么样 从小生活的经历有关系吧 我倒觉得这不是他不自信的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能力 有清晰的认知 对 对对对对 可能是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 他对自己有非常清楚的认知 他每堂课程 每一个部作品里 只要有他出现的课堂 然后他试的魔法 总是就是不完全体 总是差的一截 真的 哈尔ли跟罗文 其实也 也 我觉得 就在课堂上的表现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真的 就是你知道 就是在电影里没有拍 就是在 在小说里面 就在凤凰社的那一部 就他们五年级的时候 罗文当上了期长 然后哈尔里这内心就 他很 他很嫉妒 就是 为什么罗文当上了期长 不是我当上的机长 然后他就在 他里面就有一段反思 就是说 但是仔细想想 罗恩的成绩也比我好一点 他当上 他能当上机长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 就是 哈瑞这个时候 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就是 如果没有赫敏的话 他绝对才成绩 我觉得跟龙巴顿 也不相上下巴 可能也没有人家 可能也没有人家 龙巴顿厉害 因为你仔细想想 哈瑞从入学到他毕业 他根本就没有把 他的心思放在念书上面 从来都没有过 嗯 对 所以他就是 成绩上 其实跟真的是 没什么可骄傲的 对啊 哦 那龙巴顿 其实他 咱们讲他勇敢 好像这个人是有点 怎么说 神经大条 或者说有点大无畏 就是有点 就是他好像这个人 做事好像在我看来 是有点 不考虑后果的 就是这种 这种是有点 有点可爱的 就是咱们说 傻得可爱 傻得可爱 就像憨豆先生 说你告诉 憨豆先生往南走 他真的就踩在 那人脑袋里面上 往南走 跨过那椅子 往南走 就这种感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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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 但是你又觉得 这样的人很真实 因为现实中 好像我觉得很难 见到这样的人 就是 就是这么 就是坚持的一条准则 说然后我就这么执行 就是我不变空 这种感觉 就是可能在现实中 这样的人很容易 遭到别人的鄙视吧 对 就这种感觉 就 就像 就像我们 很小的时候 可能大家一开始上学 一开始是活泼的 想 想一起举手 一起发现问题 但是当我们 比如说有了羞耻心 我们要面子之后 在课堂上 好像不举手 就成为了一个习惯 谁举手 大家就默默的看 他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爱险 对吧 但其实举手回家问题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吗 这有什么所不正常的呢 不管你答对答错 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在我觉得 龙巴顿就是那个 不管我知不知道 我都敢于举手表达的人 那其他人就会受制于 社会规则 受制于面子 受制于各种的影响 觉得 我觉得你要不瞧的 我不回答就算了 可能我觉得 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在龙巴顿 他的这个性格里面 就他还是有 有一条他自己所坚持的东西 他就是他把它贯彻到底 对吧 有 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一个解释 而且他 而且你去看他 在哈利波特 整个哈利波特系里面 他就像 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小人物的成长 就是他从以前默默无闻 就可能也不怎么被人注意到 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 这个人 他就是践行自己内心的这种东西 把他最后把他发扬光大 还挺难得的 对 我真的觉得其实 咱们从比如说 每个人都有一套 自己世界观的话 龙巴顿的世界观 可能非常简单 他不像有的人 比如说掌握了很多的 什么法术或者说秘籍 或者掌握了很多 道理 他有一套很复杂的 解释世界的架构 但龙巴顿可能就是觉得 解释世界很简单 就正义战上邪恶 我们应该帮助别人 或者怎么样 真诚勇敢 他的世界观可能核心 就这么几条 非常非常简单 远远不足以 比如说像经常 我们讲成功学 讲什么 给你写一本书 解释你应该如何为人处事 像什么厚黑学一样 完全不是那样的 龙巴顿整个世界观 就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 而且我刚才突然又想起 龙巴顿这些很搞笑的是 在他第七部里面 他那个 麦格刚刚使的防护照 模法之后 龙巴顿在桥的那边 就嘲笑那些石子组 说你们过不来 然后不定没有抓着 远程火炮 防护上打破之后 那些石子组 小心翼翼的射身脚 过来了 没什么事 然后龙巴顿晃了 开始往回逃跑 这样很搞笑 对啊 我他脸上忘了 还有这一个 这个真的好 他跟那个西莫 两个人一起合作 对吧 然后一个炸桥 一个去刺激 对对对 这一段 真的太勇敢 我觉得就是 这就是一个 一个格兰芬多的 典型的行为 就做事 不会考虑后果 对他那个 我是想到了 张飞张义德 对吧 怒好张叛桥 意乎当官 万福莫不开 但其实他哪有张飞 那么高的武力水平呢 对不对 一个掉车尾的人 就敢当着那么大军 然后我觉得 他真的是很勇敢 真的很厉害 而且在最后大战 就是那么紧张的时刻 就可能他也就是 也就做好了 父子的准备吧 就我觉得 格兰芬多的 就是他的性格里面 就是有这种冒险的精神 而且是 是不会去 计较后果的 这种冒险的精神 在里面 这种勇敢 就是完全不会在乎 会出 会发生什么危险 会会有什么 就是 就算很 就算你面前 是很危险的东西 但是你也不会 就是觉得很害怕 或者怎么样 对 他确实是不计后果 因为其实 当时哈里假死的 那个时候 其实 弗丁摩说 你们谁要投降 然后马尔夫走过来了 其实咱不是说 后面那些人 赫敏 罗恩等人 包括那些学生 就是说不勇敢 或者说 不敢怎么样 但其实他们可能 心里在想着计谋 想着哈里死了 这个时刻 我们要怎么样 要怎么做 我们想个什么招 保护好大家 但纳威罗马尊 没有想 他是就是说 我才也不想 什么计谋 我直接跟你 发表一通演书 然后说出我 真实的想法 然后咱就开个 很鲁莽 但是很鼓舞士气 这个地方 我突然想到 就是因为 因为哈里 他是众人心中的 一个领袖 相当于是 然后你想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弗丁摩 海格抱着 哈里回来 弗丁摩 告诉他来说 哈里波特已经死了 这个时候 对于众人来说 可能那个惊讶 那个悲伤劲 可能还在这种惊讶当中 还没缓过来 包括罗恩也好 赫尼也好 可能就是突然一下 就这么一个重要的人 去世了 我们该怎么办 有一点神龙无首的状态 在里面 但是这个时候 龙巴顿站出来 就是发表了一通 这种演说 我觉得是 说明他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这就是他为什么 能够拔出那把剑的 一个品质所在 就是他 对吧 就是他内心的 那个坚定的东西 嗯 真的是那什么 对 然后 我们从罗马顿 再跨到另一个 反派角色吧 是 罗马顿的那个 杀父仇人是谁 杀父仇人 他父母 就是导致他父母 精神 精神不正常的 就是那个 贝拉 莱斯特兰奇 就是那个疯女人 对吧 就是那个疯女人 对 贝拉特里斯克 哦 但是最后 其实是那个疯女人 死在那个 罗恩母亲的手下 对吧 其实龙巴顿 没有亲手杀了他 对 对对对 对 那个 贝拉死在了 茉莉的手下 哦 因为这个其实 我有点有点意外的 因为其实呃大战的时候呃我没有想到一个家庭主妇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哈哈 哦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聊就是我我我发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呃这部作品里面三个母亲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哦马尔福的母亲罗恩的母亲 还有哈利的母亲哦 就是你想想福地摩的福地摩两次失败其实两个母亲都在其中很重要比如说福地摩第一次去想要杀掉哈利没有杀掉是因为莉莉在哈利的身上就是实施了这种保护咒对吧 嗯 然后咒语反弹到福地摩身上所以福地摩第一次啊落荒而逃失败了然后在第二次在禁令里面福地摩对哈利波特也是实施了杀死酒 然后也没有把哈利波特杀死 然后这个时候纳西莎就是马尔福的妈妈骗过了福地摩因为因为他这个时候他他最担心的是他自己的儿子他想要保护保护马尔福 所以他为了保护马尔福就欺骗了福地摩然后隐瞒了哈利其实没有死的真相对吧嗯 然后这个也是导致后来就哈利能够重新再跟福地摩直接对质嗯 然后还有就是就是福地摩手下唯一一个我觉得是唯一一个真正忠诚于福地摩的人贝拉 然后死在了死在了另外一位母亲的手上 就是这三个母亲发挥的作用都非常至关重要我觉得 哦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个罗伦她妈妈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帅气的就是很很很有范儿我觉得很有范儿超帅那个场面 而且用罗伦之前接受采访他也他也解释过就是为什么就是说选择莫莉来杀死贝拉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那因为当时贝拉攻击了他的孩子呢就是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本就是他就是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就是你绝对不可以伤害我的孩子你这样你你如果伤害我的孩子呢一个母亲的本能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得过一个母亲的怒火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是就是罗林想要就是罗林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说莫莉她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她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才华和能力的一位巫师 她其实早年她也是非常优异的成绩从霍果子学校毕业但是因为她嫁给亚瑟之后她她的整个家族又不愿意支持她因为他们倾向麻瓜的这种这种信仰也也让她生活过得很拮据所以她就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家庭主妇照照顾自己的孩子们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罗林想要表达的吧 就是她出于一个女性的这种伟大也不能说伟大就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就是你不要就是你不能小看你不能小看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那回到刚才那个马尔福的妈妈呃我可以理解为当时马尔福的妈妈已经内心里希望伏对魔会失败了吗就是因为她这个逻辑需要一个建立一个链条啊就是我想保护我的儿子马尔福那如何保护她那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让马尔福追随伏地魔伏地魔取胜或者是呃让哈里这边打败伏地魔然后让马尔福过一个正常人他内心可能倾向于当时认为我希望伏地魔输 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在电影里面没有体现的非常全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马尔福庄园其实已经被伏地魔真用了就是他的家其实已经不再是他原来的那个家了就是他整个马尔福家族因为因为追随伏地魔 的原因其实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崩溃的边缘了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卢修斯在在这之前是被关进了阿兹卡班里面的然后这个也让那西沙一直非常就可能也很很痛苦的一个原因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因为他的儿子马尔福现在被挥入了伏地魔手下就是成为了一个使徒他又非常担心就是现在这种局面 马尔福在学校里面肯定会受到别人的攻击因为他已经是一个使徒了而在学校里面使徒肯定是会被攻击的对吧肯定是会被凤凰设别的人抓起来或者怎么样就他很担心这一点我觉得是种种原因导致了他最后的叛变吧就是 但是全部都出自于他作为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关心 和保护 对这个妈妈我是可以理解他的 那再说回他的儿子 他儿子当初尽管哈里被打了个鼻青脸总 他为什么替那个哈里隐瞒了呢 没有说明这个就是哈里呢 这个好多人讨论过 也是马尔福这个角色这么受喜欢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就是他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孩子就是他其实内心还是有这个善念的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他虽然说这个这个角色性格很不讨喜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你仔细分析一下就是就是他肯定也不是那么乐意的去追随福定摩吧 因为福定摩给他的家庭带来带来的这些影响 然后以及他对福定摩的这种恐惧 就是可能他内心隐隐隐约约的还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把福定摩打败 所以出于这样一种出于这样一种人性的光辉吧 在这个时候就没有指认哈里 明白就是我能否理解其实是恐惧永远都不能完全征服一个人的心灵 就是马尔佛虽然是迫于福定摩的淫威 但是他看到了自己父亲的下场 看到自己母亲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里 看到自己的家庭被整个遭遇了一些 就是虽然看似在师祖福这边 他的家庭家族地位其实是蛮高的 但其实他因为卷入了一个大的纷争 卷入了这个较量 他这个家庭遭受了很多的不幸 那其实所以就算你福定摩再怎么觉得我马尔佛血统好 我也不会认为你福定摩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因为你已经切切实实的给我家庭造成了损害 而且我只是恐惧你 所以我不会真心的臣服于你 但假如说 假如福定摩每年给马尔佛买些礼物 然后给马尔佛福导家庭作业 会不会这样马尔佛 感受到福爱 因为这个福爱卢秀斯没有给他 假如福定摩能给他 也许马尔佛又真的就 对吧 对有可能 就事实还是证明福定摩这个人做领导不合适 不合适 他只会给人恐惧 不会说笼络人 真的不合适 真的不合适 他跟邓布利多的领导力比差远了 我下一本书写一个成功学心灵技术 叫领导力 邓布利多的领导力 对 这个太有意思 对吧 对对对 之前说什么 我记得咱们聊过福定摩是当代曾国藩 这么看来不配 真的不配 邓布利多才是当代曾国藩 对对 而且说回这个 就是福定摩身边的这些情形 就是他没有这种这种非常好的一个领导力 但是你就发现他身边所有的十字图 只有除了除了贝拉这个风女人之外 就没有人是真真真正忠诚于他的 而且贝拉特里克斯对于福定摩的这种忠诚里面是包含爱的身份 就是贝拉其实一直就是爱 当然这种爱是很电台很有趣的 他他他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非常纯洁的爱 就是这种爱在我看来 因为贝拉他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人性在的 他性格里面可能也没有多少人性了 而且贝拉他其实他也结了婚嘛 他本来是这个布莱克家族的 他原本姓布莱克 然后后来嫁给了莱斯特兰奇 然后而且他嫁给莱斯特兰奇 只是为了去旅行延续纯血统 纯血这样一个义务 他对于他的那个丈夫是没有任何感情的 他唯一就是仰慕的人只有福定摩 而福定摩本人却是一个混血 就是你会发现这一切其实还挺讽刺的 挺讽刺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 贝拉的这个疯狂疯癫的变态之爱 在原著里有能看到一些线索吗 就比如说他常常疯癫 有有有 比如说就是当时在福定摩第一次到台的时候 他被抓了嘛 然后所有的他跟别的十字族都不一样 就是他就算被抓 然后要被关到阿兹卡班里面去 然后他依旧就是强调 依旧就是宣誓他 他仍然忠诚于福定摩 仍然追随黑魔头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臣服的十字族 然后别的十字族多多少少都是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我愿意供出另外其他十字族的名单 只要你们愿意给我减轻 只要你们不把我关进阿兹卡班 你们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然后贝拉是唯一一个就是在被关进去 然后依旧宣誓要对黑魔头效忠的一个人 这么变态 对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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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他真的我觉得 就算你想我就是真的真的太讽刺 就是他是唯一一个如此完完全全忠诚于福定摩的一个人 而他却是福定摩身边就是怎么讲的 就是最大的猪队友 就他没有他没有任何权 就他没有任何善于权谋的能力 他就是我杀了谁 我高兴然后我想杀谁 我接下来我要杀谁他全部都说出来了 而且他在那个蜘蛛伪象的时候 他为了向斯内普证明 就小说里面写到他为了向斯内普证明 就是他是受到福定摩的信任 他还告诉告诉斯内普 就是说黑魔王把他最宝贵的东西都托给贝拉保管 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所有的秘密都被他抖了个金光 对对对 而且古灵格的秘密也是哈利波特从他那猜到的嘛 他那个疯癫的状态 对对对 他看到那把假的格兰芬多宝剑嘛 然后他开始整个人就开始失控 就是你想想就真的太可怕了 就福定摩身边这样有这么大一个黑猪里有 那既然这个变态的角色 其实我还真的对他突然多了很多兴趣 如果我这里如果说如果哪个导演能拍这个疯女人外传的话 我会推荐日本导演袁子温 我特别喜欢袁子温的片子 袁子温特别擅长把人变态的那一面都拍出来 我希望就是罗里如果和袁子温合作 对吧 丰富一下疯女人的外传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对 有一部粉丝拍的这个衍生电影 因为有兴趣你可以去搜一下 应该叫钢特家族的起源 应该是应该叫这个名字 是粉丝拍的一个 里面有涉及到关于贝拉的情景 哦粉丝这么厉害 还能拍一个这个起源 对 太厉害了吧 对 那结尾这部里面 其实另外一个其实我不能理解的是 这个疯女人又杀了一个哈利的很亲密的朋友多比 这个其实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意外 这是那些 你说刚才咱们讲的 乔治和弗莱德有一个人死了 这个是有铺垫的 而且我觉得你做一个大战 他们家族那么多人 你必须要牺牲一个吧 从概率学来讲 这说得过去的 包括卢平夫妇 他是主要战力嘛 你主要就是靠他俩守卫的 那肯定他俩守护一个方面的话 那肯定也大概率也牺牲 这都说得过去这些人 但多比他其实是已经完成了任务 而且是很有偶然逃跑的时候 被一个疯女人飞刀扎死的 这个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其实有点惨 我觉得也能理解 虽然这样说有点 但这个不是我的分析 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个分析 毕竟站在马尔福家族的角度 去看多比 多比就是一个背叛者 所以我杀了你 是理所当然的 是清零之中的 虽然说多比他是为了正义的一方 但是这个解释可能不那么的合理 但是他也有说得过去的地方 就是他最后会死亡 会被自己原来所效忠的主人杀死 因为他本来就 虽然说他的主人是邪恶的一方 但是他还是做出了背叛的行为 疯女人一伙 他要杀多比的动机是非常强烈的 只能证明他们有足够的动机 对 就是去解释 他为什么要杀多比的这个动机 但恰好你说这个 竟然就成真了 就没有躲得过去 或者是怎么样 就快一秒晚一秒的事 这个其实跟 那个小天良星 其实也是挺偶然的一个意外死亡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 但是小天良星我能理解 就是说 你让哈利波特成长 你必须把哈利波特能依靠的人 都给告没 你哈利波特才能成长 这个我能理解 对吧 但多比 哈利波特真的没有那么依靠 依靠他呀 他为什么也要多比 写没 我觉得这个是 我有点不能接受 罗林到最后两部 真的是大开杀戒 我觉得 大开杀戒 他写死了好多人 就是大家觉得没有 可以 不必要 我觉得也能理解 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 可能为了情节 为了 为了这些 推动 他需要让一些角色 牺牲 就是 因为多比在我看来 他对于整个小天灵 小精灵 族群来说 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 标志性的 象征性的人物 对吧 那他如果活着 他能给大家展示 新的生活方式 就像比如说 现在一个搞美食博主 能向我们展示说 你可以不用上班 你拍美食视频 你就能活得很好 就像给我们展示的 新的职业和生活方式一样 多比也能起到 这么一个角色 对不对 多比每天拍 一个Vlog 多么鼓鼓的 鼓鼓这个小精灵族群 对 所以我觉得他活着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事情 对 而且他生前也 也为哈里提供了 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对 反正那谁知道 就是假如拍 拍小精灵世界的外传 我觉得 那他们有可能 比如说通过这次大战之后 然后人们总结反思 然后再加上采访哈里 哈里可能透露出 多比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有可能 那有可能因为多比死了 所以整个小精灵中间 能把他给他立个雕像 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用多比的精神 感召整个小精灵的精神 因为咱们看古灵格 那些小精灵也好 还是那些也好 觉得他们呆头呆脑的 其实也不能算呆 也不算傻 但只是好像就是说 有一个原则 深深的束缚着他们 他们就不能去干别的事 然后或者是掉进前眼里 或者怎么样 就是感觉这个世界 仍然是一个前现代世界 他们的人缺乏一些偏性的解放 我这么看 我希望多比的死亡 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思想上的解放 我觉得会 会 就是我是觉得 比如说哈里身边最对 对于哈里来说很重要的两个人 都是死在贝拉的手下 对 小小王兴和多比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最后作者要花一个 花一个就是独立的这个场景 去描述贝拉的死亡 所以就是给大家看到 最有应得吧 真的是 就是这个这个人 真的太可恨了 太可恨了 甚至就是你看最后 最后木里奇就没有写 是吧 自从那个 那个夏娜尔被偷了之后 就没有再写他了 他被关进了阿兹卡班 哦 他最后被关起来了 嗯 他最后被关进了阿兹卡班 这个在小书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他最后就是被 呃 但是他的 誓死 誓活就不知道了 哦 那他等于 等于坐实了 他的誓死图身份了 嗯 但没有坐实 他的誓死图身份 但是坐实了他 呃 他犯下的一些罪行吧 就是比如说 呃 对 比如说他就是 我 但但其实他的各种种行为 也跟死死图差不多了 懂了懂了 就是就是你普通的罪犯 也是可以被关进 阿兹卡班的 我误会了 我也知道死死图 会被关进阿兹卡班 没有 阿兹卡班 就是巫世界的监狱了 哦 了解了 这些人 呃 那哪个人的结局 你还觉得就是说 书里面没有写到位吗 结局没有写到位 嗯 好像都差不多 对 嗯 我 我想想哈 就是 你有没有觉得 你有没有那种 就是哪一个角色的死亡 是你特别特别不能接受的 当然 我因为我小时候看 可能就是小台南星 但现在如果 我在看 其实就是多比 因为我觉得多比是一个 呃 相当于他是中立的第三方嘛 他是一个 他虽然帮助了海伯特 但我认为他并没有说 呃 我一定要努力的消灭 呃 弗帝摩 他 我觉得多比 他的地位可能跟那个 呃 那个看门老大爷一样 就是有一集开头 弗帝摩杀死的一个看门老大爷 对吧 嗯 对吧 他原来只是客观的 在那 在那说 搭把手 搭个话 你就把人杀死了 我觉得这个太 太丧心病狂了 对弗帝摩 嗯 对对对 对 确实我也觉得是多比的死亡 所以不能让人接受 真的是 包括 你像卢平什么的 就是我从 剧作理解来说 你必须把这些 他的长辈都搞没 然后这个人才能一个成为长大的人 对吧 这个是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虽然我也挺 挺觉得遗憾的吧 嗯 还行 就是温暖的之处在于 就海格最后还是没有事 我就觉得还还蛮好的 就 海格再离开 我就真的不能接受了 真的不能接受了 毕竟 毕竟海格自带buff 自带buff 对对对 真的 就是可以抵御大多数的魔法攻击 哦 真的是 真的是 挺好的 海格还 对 最后一部 他们整个 海格的其实戏份就不太多了嘛 因为他们三个主要 他们集团三个 我在看电影 《死亡生气上》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上》里面出现的角色 真的少得可怜的 拍的应该是很容易的吧 就你把三个主角搞了 然后搞一片沙漠 搞一片森林 就拍就行了 对 在电影里面《死亡生气上》的时候 其实主要就是三个人逃亡路途 就是三个离开霍格沃子 然后一直都在不停的逃亡 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邓布里多去世之后 然后也是因为邓布里多去世 他们才踏上逃亡的旅途 然后为了去找到那个真正的挂绝河 然后这个时候凤凰社的各个成员就转到地下去抗争了 就不敢在民面上抗争了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论实力上比起来的话 就肯定是伏地魔更 更抢先 更厉害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而且这个时候凤凰社他们主要的任务 其实就是保护 第一个是保护魔法世界 不被伏地魔曝光 第二个是保护麻光 因为伏地魔就是他非常的喜欢英勇麻光 折磨麻光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凤凰社也会通过那个无线广播 就在电影里面出现过 向整个魔法世界揭露伏地魔已经回来的那个真相 哦 对对对 而且我还看到一个解释 就是说这个时候 三人组就是没有跟凤凰社其他的成员 接触 其实也是为了第一个就是魂器的秘密 这个时候还没有被众人知晓 就可能其他很多凤凰社的别人都还不知道 魂器的东西的存在 然后他们三个踏上旅途 可能也是为了保护别的凤凰社的成员 就是我们肩负着众人的感觉 那咱这么说 如果你把这个事看得更伟大一点 哈利就不能想象到 假如说他们三个遭遇了意外 那事实上再也没有人知道魂器的秘密了 他们不提前把这个事告诉别人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自信了吧 这个对你这么说的话是有道理 这么说的话 但是snip知道了 哦snip是知道的对snip知道 对对snip是知道的 但但你这样说也有道理 就他们三个有点太不良力了一点 对啊 就是这个事你肯定 你就算说告诉你们先别去找 但是你们得知道这个事嘛 假如我们失败了 你们再想办法搞齐嘛 这里面其实就像那个漫威的那个剧 就是有个叫什么动画片 一个动画做的剧一样 所以有异幅线嘛 就是如果这个事件不是那样的 如果黑豹不是那个人 如果蜘蛛侠不是那个人 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以开个脑洞 就是如果三主角在刚踏上路上 就被什么那个什么掠夺者 就是小混混给抓起来 然后然后意外去世了 然后然后这个唯一拯救世界重刃 落在snip身上 然后讲讲他这条异幅线 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 那可太难了 一个人要找那么多魂器还得消灭 然后一面还得跟那个伏地魔搞好关系 然后背地里操控搞这些东西 我是太难了那久 对对对 那你你在一开始看 因为看书可能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看书我觉得第七部 整个死亡生气给我感觉还非常好的 它是一边穿插现实的逃亡 然后一边讲动不利路的谜 一边讲那个这些故事 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 是给他打的不太高的一个分数 就前面我就打很高的分嘛 但看死亡生气上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咋这么没意思呢 我就深深就觉得这好无聊啊 他们三个就走路说话 这真的好无聊啊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可能对电影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哈 我也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 这种逃亡公路片的概念 我也看着剖析人内心的挣扎 阴暗面的东西也不多 所以我对他的死亡生气上的电影的这个评价 可能当时看是不太高的 但尽管我现在觉得他仍然是还挺有意思的 但现在我再回头看 我也能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这个系列死中的迷的话 你看这么一个片子仍然会觉得挺闷的 对因为他里面有太多太多 就是你需要提前知晓的东西 然后他他同时又铺垫了很多伏笔的东西 就是就好像怎么讲呢 就是他就是一个粉丝像的电影 我感觉就我纯粉丝像的 就你你你如果不了解前情提要的话 你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三个要这么一直逃亡 然后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 一定要去到那么荒芜人烟的地方 嗯 就跟那个神奇 那你说你说 没有我说就跟那个神奇动物第二不一样 就是他完全就是为了就是后面的剧情的发展 然后硬是往里面塞了很多 就是伏笔一类的东西 如果你提前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可能就看得很懵就会 哦我刚才是想说他们逃亡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其实逃亡的时候 他们的用的魔咒还是蛮厉害的 包括给一片自己周围像孙悟空画个圈似的 保护唐僧似的 给一个什么叫什么呃什么守护咒什么的 然后那个小混混过来就不会发现他们了 包括他们就经常会使用什么幻影仪型那些东西 哇以前这些东西都好高级 好像你们不应该会的 在到你们最后大结局的好像都能轻松使用 我觉得他们逃亡时候好像突然一瞬间就变得变成很强的巫师了 一瞬间长大了对吧 对 没有我觉得完全归功于贺民 真的就是你知道我在 你如果就是在那个哔哩哔哩上面看的话 你会发现就整个电影好多弹幕都在刷 贺民和他那两个没用的男人 真的是有够没用的吗 真的是 对 那你在呃刚开始看结局的时候呃会有什么跟现在不一样的感受吗 你现在会再解读的话你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嗯新的想法 嗯我觉得就是 就是就是你呃理解了那些人物的动机 然后理解了他们的情感吧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像像邓不利多 像那个罗恩的妈妈 然后或者是更加理解纳威 就是对这个角色他呃人性的闪光点 就是你还包括斯内普 就是原来看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哦 斯内普他是一个好人你你除此之外你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想更多的东西 因为以前看的时候就真的想不到啊 就后来你在不断的看你不断的去挖掘电影的细节的时候 你就会呃怎么说呢就是能够跟角色共情 哦 尤其是像斯内普这样的角色就是你就 看到最后你就能彻底的跟这个角色呃呃产生一种共情 嗯哦 我在看这个结尾就是斯内普死亡那个时候 他那个那个眼泪那个真的真的是挺感人的 那个说哦 please他说的please嘛 你把这个收下对吧 然后收下回去呢 这个这个真的是这个挺有那个什么的 对对 然后哈利也是收下之后然后回到学校 他正好他还能回到校长室去用那冥想盆 我觉得也是 对吧 你就是外面嗯外边已经那么混乱了 然后你还能回到这个世界里 然后你走入一个人的内心 你看到他的过去 这个感觉其实真的是蛮蛮奇妙的 对就是就是感觉就是嗯 如果我身人属地的想就是有那么多人要保护我 我是觉得真的是挺受之有愧的 就是而且这种受之有愧感会影响我的决策 会让我变得迟钝 变得让我变得呃 就是诱如寡断 让我挂念很多事情 我可能不能够有很大的专心度来对付我眼前的这个事了 我整个人都会觉得就是被众人所保护那种感觉 它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哦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选择独自去敬灵的原因了 哦 就是他也不想让更多的人在为他受伤 在为他就是就是牺牲生命了 嗯 嗯 对 然后最后他那个也是跟那个赫敏和罗恩说了 就是说哎 你们应该也都想到了吧 我觉得我这个这个这个事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慷慨父死的感觉 就是吧 为什么我会舍老枪 为什么我会跟他有共鸣 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混体 这个这个他有这真的是很 就是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个赫敏和罗恩的反应 也我觉得也拍得非常好 就是说他们其实也也知道这个事 但是他们不可能跟阿里说哎 你去送死吧 不可能跟他说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不说的原因是因为 也是因为赫敏他可能一直在试图找别的办法 去解决哈瑞是魂器的一个 对吧 就找找去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但是也没有办法 就是可能呃 哈瑞去赴死是唯一的选择 嗯 然后呃之前就是我们在斯尼普的记忆里 也也听到了邓布利多的那个想法 就是这里面又要再靠一下邓布利多 真的很残酷啊 这个老头 很残忍啊 很残酷 对吧 你要到最后等到那个最虚弱的时候 你再告诉哈利 然后这个是是一个魂器真正的秘密是怎么回事 这个有点有点残酷 对一个小孩来说 深深的被被老头利用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邓布利多所能想到的一个唯一的解决办法了 而且而且在最最最最开始的时候呃你知道就是我们知道预言之子有两个孩子对吧 一个是纳威一个是哈利但是因为福利摩先选择了哈利 哦 然后才等等等等等等为什么还有纳威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还有纳威 呃他当时预言就是也是预言球里面的预言哈 就是说呃呃会有七月出生的孩子 然后他七月七月末还是什么 全就是一个七月出生的孩子 他会是一生的宿敌 然后你们两个之中一定会有一个人会死亡 然后当时在当时福利摩第一次崛起 你知晓这个预言的时候七月末出生的男孩是哈利和纳威这两个孩子 哦 对然后加上呃当时是呃 Snape请求呃邓布利多把莉莉一家藏起来 你就是请求邓布利多保护就保保保保保保莉莉一家保护波特一家 但是邓布利多当时就问就是说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帮你 就是就是牺牲一个男孩不好吗 牺牲一个男孩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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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一个黑魔头 然后Snape就就跟他说他说他说只要你保护他们 然后我就终身效忠于你 这个这个电影里面也也有这样的情节 哎为啥牺牲一个男孩就能就能对抗黑魔头了 为啥牺牲一个 不是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他也不是说牺牲一个男孩 就是邓布利多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哈利这个男孩 就是他他说为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保护这个男孩呢 对吧 就是对然后这个因为预言之子有两个 然后好像是因为邓布利是弗蒂摩他先 先就选择了哈瑞一家 先选择了波特一家 然后另外他派出了贝拉 贝拉这个风女人去去抓住纳威一家 就是去抓龙巴顿夫妇 所以但是对所以你你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预言他之所以会成真实上是弗蒂摩自己的选择 他如果不去找这个男孩那么他施在哈瑞身上的咒语就不会反弹到他身上 嗯 对吧其实对这个这个这个预言是他自己一手促成的 哦 这不就是古希腊著名的俄迪普斯吗 是吧 对对就是他一手酿造了这个悲剧 哦 这真的还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套路 就是就是千百年年人类就是呃 人类对命运的思考 其实人类人类其实永远也参不透这个命运吗 对吧 我们只能看到短期的一个结果 是我今天加班了就能获得什么 领导就能给我怎么样 我今天明天考试就能考好 只能看短期结果 人们也无法长期看到说我到底对命运施加了什么 才能导致我未来怎么样 所以说其实 一直是这个有一种宿命感 悬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头上的 其实你是最景点的科学家 你也研究不透这个东西 对 这这这这一切都还蛮 就是怎么说 就是一种巧合 也是一种讽刺吧 就是嗯 就是你逃不出这种 而且这个命运 一个是你逃不出 第二个他你确实 的确确实是自己一手造就了他 嗯 确实 确实 你刚才讲这个对比让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有趣 一个一个吊车尾的龙巴队和一个哈里 其实他们都是呃 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对吧 哈哈哈 对他们他们而且 他们两个都是 格兰芬多 然后他们两个也 纳威也有自己这种 性格的 这种人性 就是作为一个格兰芬多必有的 这种气质 这种东西还是真真切切 存在在他身上的 真的猜猜两个对比 真的有趣 我最后还想问 就是说 整个哈利波特的这个旅程 就结束了 你觉得哈利 其实他失去了很多亲人 你觉得哈利从他的成长过程中 你觉得他学到的最宝贵的是什么东西 或者他成长 他因为什么而得到了成长 然后你在看 跟随哈利的视角 你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觉得你收获了哪些东西 我觉得哈利 首先你说哈利收获了什么 就是怎么讲 就是他收获了爱情 对吧 很有用 很对很对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 刚刚也不是说哈利 我觉得也是从他身上看到的吧 就是领外一个人的人性里面 他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 就是他会发现那些他爱的人 比如说像邓布里多 他尊敬的人 或者说他一向以为他觉得非常憎恨的人 比如说像Snape 然后他在最后大战结束之后 才发现这些人 他都有自己性格里面的这种多样性 然后就又回到 邓布里多对哈利说的那句话 就是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你的选择 我觉得这一点是 就是很重要 就是也是哈利 也应该是哈利从 就是整个这个旅途当中 所收获到的东西 就是他不断地从这些人身上去印证了这个道理 我觉得也是看整个哈利波特系列中 我觉得就是最值得让人深思的一个道理吧 嗯 对决定你 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是你的选择 对没错 而且最主要的是 他让你看到就是一个人 人性的这种复杂性 就立体性 就是一个人他 他之所以会做出种种的选择 是跟很多因素有关的 他不一定是绝对的正义 也不一定是绝对的邪恶 包括像伏定魔 就是他为什么会 会会变成啊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走上这种黑魔法道路的一个人 你会发现 哦对这个地方我特别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所有角色的动机都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 所有角色的性格 就罗琳本人 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有有着很强原生家庭情节的一个人 嗯 就这里面所有人我包括就像包括斯内婆 然后莉莉或者说是卢平教授也好 这些人他所有会造成他这样一个性格都跟他们的家庭有关 而但最后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 又跟他们的选择有关系 就好像是就是他让你觉得啊 原来家庭你决定了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不会就是你就会从中得到一些许的安慰吧 就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你自己的选择 嗯 我之前跟一个作家聊 聊他的书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 就是说作家可能就是他的写作的 其实核心逻辑就是说让主人公 呃做出选择 然后承担结果 对没错 就是你要为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承担结果 嗯 我我呃要聊到如果我收获了什么 其实我最近刚好有有一个呃收获 其实是因为我我因为我做播客以来 其实我我也是蛮关注我的自己的原生家庭的 我会在我的父母身上找到很多呃 我的我的性格来源 我的做事方法的来源 我会觉得哦 我小时候没意识到 我小时候比如说很很不喜欢的我父母身上的某些特点 哎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呀 对吧 而且这个东西可能也并不是说呃 怎么好或者怎么坏 他就是就是就是这个这个样子的 哦原来这个事是有逻辑的 因为小时候我可能不太不太理解 他们会那么为什么那么做事 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在我看来不可理喻的 那现在我觉得哦 我也自然而然的就这么做了 所以我后来会觉得呃 我我好像真的很像我的父母 好像就是继承了他们的一切优点缺点特色 但是呃 但是我最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呃 因为首先我妈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创新的人 所以他做菜其实是就很很很一般 然后也不会做什么创新的菜品 然后也不会在呃 美食上做什么研究 这个道理 然后我爸呢 非常懒惰的一个人 他也是不太喜欢劳动 不太喜欢动手 对吧 所以其实是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呃厨艺上面的天赋 但是我现在我自认为我做饭真的是非常牛逼 啊 非常厉害 哈哈哈哈哈哈 对就是这个这个事情在甚至在我22岁大学毕业之前 我都是不敢想象的 都是不敢想象的 就是呃 我不敢想象我会这么热爱做饭 因为可能在我之前看来我认为呃 学术 知识呃 或者文艺才是值得我投入大量时间去做的事情 对吧 但是我现在仍然很热爱学术 热爱文艺热爱知识 但同时我也确实也真正的发现呃 做饭是一个能给我带来极大快乐和幸福感的事情 他跟我去参加某个沙龙所获得知识 同样快乐同样重要 我都不能错过 所以而而而做饭这个东西 他吃又需要你的动手能力 也需要你创新 需要你呃 踏实的干活 对吧 你因为你前期准备需要买菜 你要挑选比较 你事后还要刷碗 还要收拾屋子 这他绝非一个懒惰的人能完成的事 所以我发现就是我又能创新 我又不是很懒惰 我又愿意弄脏双手去去干这些活 我发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发展出了很多跟我的原生家庭 不一样的性格和兴趣和特点 这个从这角度上我是 从我的例子真正理解到了选择 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我那些 我想要干的事情 而不必受到原生家庭的束缚 对对对 这个很有说的让我太感动了 确实是这样的 小事一件小事 这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真的 就是后天对自己的教育很重要 对吧 对对对 OK 我觉得我们之前准备的大纲 我都聊的差不多了 对对对 阿金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还有什么觉得意犹未尽的吗 我其实这个地方还想提到一个 就是还是在最后看到 看到一个角色 他立体的一个体现 就是哈里的姨妈 你知道就是就是哈里 他在大战结束之后 其实他在之后的时光里面 就一直跟达力保持着联系 就是他其实没有彻底的 跟跟他的姨父姨妈这个家庭断开 他没有 他没有 而且 只要就是他 哈里波特最后结局里面 他有一段 就是电影面被删减了 就是就是在最后大战前夕的时候 哈里要求就是 请求他的姨父姨妈搬离 就是原来住的房子 因为很有可能 伏地摩会找到他们了 对吧 嗯 然后然后他走 临走之前 佩妮姨妈就对他说 他说哥德里克那那那一晚 发生发生残局的那一晚 你你不仅失去了你的妈妈 我也失去了我的妹妹 嗯 就是就是你在这个时候 你就突然能够发现 佩妮姨妈这个人 人性里面 就是让你觉得很感动的一点 就是然后你再去看 关于佩妮 她从小到从小到大 生长的一个 一个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 你就会发现 阿里亚这个角色 她其实也承受了一些 很很多伤害 也可以说是伤害吧 就是呃 她非她其实非常羡慕 莉莉就是能够去魔法学校上学 然后而且因为 也因为他们姐 因为莉莉呃成了一个巫师 她的父母都为此骄傲 所以可能也忽视了佩妮本身 她自己心里的一个感受 就是呃 感觉妹妹才成了家里面心呃 家人心中的那个主角 而自己就被晾在了一边 就是可能她内心也会 也会因为这样的原因 受到种种的伤害 而且你在看书的时候 你发现其实就算 德斯利一家 对她非常的不好嘛 就是经常讽刺她 挖苦她 但是哈里每一年的暑假 只要她做霍博特快 回德斯利家 德斯利都会 德斯利他 德斯利一家都会开车 到车站来接她 就每一年都会 就是你就你就 那我看的时候你就觉得 还挺不可思议的 就是德斯利一家 明明那么讨厌她 那么那么震恨哈里 就那么希望她 她不要住在家里面 但是其实每一年的暑假 他们都会来接她 就是来车站接她 就是你就觉得 还还还挺感动的 然后最后就是 在最后就是哈里 跟达里告别的时候 达里最发说 他说我知道 你其实对我没有恶意的 然后就是说 我也承认就是 我们家以前对你很不好 就是在最后这个阶段 达成了一个和解 我觉得这个是挺而 很欣慰的一点 就是哈里的 哈里的最后的这个 你就你就真正能觉得 在最后两部里 你能发现这个角色 他真正的成长 他真正理解了每一个人 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角色 你说一开始 那个原著里面的 佩妮姨妈 那个哈里劝她走 这个我是记得的 因为电影里面 其实漏掉了 我也意识到了 这电影里一开始 他们搬家 是让人觉得有点唐突的 有点唐突的 有点像是 如果你不太懂的话 会误以为哈里 像做了一把恶人 把他姨妈赶走了一样 对吧 有点纠战雀巢的意思 有点纠战雀巢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原著里 确实是有这个和解的 我说去说 我是能理解佩妮姨妈 一家的那个感受的 其实他们仍然记得 莉莉是怎么一个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死的 然后他跟哈里的关系 其实平常虽然是有很多矛盾 但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有点像是 因为他丧失了他的妹妹 他会觉得害死他妹妹的人 是他侄子 对吧 对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气差 他身上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从逻辑之后来一样 他只是婴儿 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逻辑是 是有迹可循的 有迹可循的 比如说其实更严重的话 有的母亲会觉得 生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让 当时生产之后 他很痛苦 会觉得这个孩子 给我带来不幸 或者说这个母亲 或者因为生了孩子 之后受到 丈夫那边家人的欺负 然后 然后对吧 婆媳关系的紧张 他会觉得 是因为我生了这个孩子 导致了我的不幸 因为他无力反抗 那个婆婆 对吧 所以他只能归结到这个 这个同样的道理 他的姨妈 也是无力反抗福帝母 他甚至找不到 他也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只能 归结到哈里身上 这个是一个现实中 你可以找到的一个因 我们都会有建立因果联系的 因为我上期节目 也刚好聊到这个回事 类似于就是 江戈那个案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总想 总会给自己 给自己遭受的一些不幸和悲剧 想找到一个原因 这是人的本能 我们每个人都大大小小 遭遇过很多不幸 然后我们为了让这个世界 解释得通 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人类是参不透命运的 不知道这个偶然性 这个概率降到谁的头上 这个是完全无法参透的 所以我们 但是又想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合理 让自己逻辑自洽 那就拼命找一些因 这个归因的环节 很可能就是完全无厘头 或者错误的 但是很多人 其实这个是人性的本能 会逃不出这个 拼命想归因的 这个本性使然 这是很 从人性角度来讲 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事情 对对没错 是这样的 然后最后他们一家 应该就是搬了之后 应该也是平安无事吧 对吧 对而且哈瑞在后面里 也一直跟这 就是跟德斯利一家 保持着 保持着联系 就是他可能 最后 他自己独立了 也能够完完全全 跟这家人 就是达成一个和解 嗯 明白 我突然想起来 那最后其实我还有一个 就是许多 many many years之后 他们再在那个 国王十字街 九十分之间 四分之间车站 那个送孩子上学 这个镜头 包括后来 其实书里面写了 他们 就哈利成为一名奥罗 对吧 嗯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职位对哈利来说 有点小 有点小 但是但是哈利他真的就是 没有什么远大志向的一个人 嗯 就是就是成为一个奥罗 对他来说 就已经是非常不可 就是在在在 在霍格沃兹时期 就读时期 已经是一个非常 就是遥不可及的一个 一个梦想了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奥罗 就是他原来从来没有想过啊 我我我未来将来要 要做什么 因为因为他 他就算没有工作 他就算不工作 他光继承他那份家产 他也不用愁 对 他的爸爸就是这样的 他的爸爸就是 毕业之后没有工作 然后因为继承了非常多的家产 就没有工作 那 赫敏是后来 当了什么摩法部的部长吗 对吧 对 他后来进入摩法部工作 然后一路攀升 这也太 这 这太 怎么讲 太现实了 太现实了 但是我觉得他 他确实很有能力 就是在模范部工作 的的确确 好像还蛮符合 这个角色的调性的 没错 没错 因为可能哈利在我看来 更适合他的是 霍格沃兹的校长之类的 这种对吧 这种 更适合校长吗 他他好像没有这种 这种 就这种能力 管理才能 管理才能 对对对 那罗恩呢 罗恩后来干嘛了 罗恩在家 罗恩也是奥罗 哦也是哦 那 然后 然后主要工作就是在家带孩子吧 哦 那也也说得过去 毕竟他俩当初上学时候半斤八两 都不咋地 对啊 因为你什么呢 就是你跟火影一对比的话 名人 对吧 大战之后直接当了火影 对吧 你这就 对吧 对吧 因为可能在我们世俗眼光看来 呃 人们肯定要奖励那些 在战斗中有重大贡献的人 对吧 对 啊 对 但 那好像哈利 我觉得他正常假如说没有伏地魔的话 他正常在魔法学校毕业 也能当奥罗 那你还奖励他是毛呢 你奖励他什么了吗 这个就是他跟名人的不同 因为名人是从小立志 他就一定要当火影的 就是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当火影而努力 但是哈利不同 我觉得哈利好像从小没有什么志向 但是从小又被人推着说 呃 你是消灭伏地魔那个最关键的人物 所以他他他他整个在霍格沃兹这个 期间都是啊就是在为消灭伏地魔做准备 然后最后好伏地魔被消灭了 就完成了他的使命 你说到立志突然点醒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我可以再分享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画片 呃 他是由世界名著改编的叫三个火箱手 小时候看的 呃 这动画片真的是拍的非常非常好 主角达达尼亚 然后那个反派里面有个女的是我小时候的女神米莱迪 米莱迪 就是他太太呃有魅力了 太有魅力了 虽然他是反派太有魅力了 然后达丹尼亚呃 呃这个动画片的结尾是达丹尼亚和他的火箱手们 挫败了反派的阴谋 打败了铁面人 然后达丹尼亚作为最大的功勋 接受了路易十几的那个册封呃 就没没册封了 褒奖 路易十几就是说呃 我答应你一个要求 什么只要这国家之内我拥有的 我能给你的 都给你 你想要金钱财富名誉什么的 你就统统提出来 达丹尼亚当时就想了一会儿说 哎我要什么好呢 我就想啊 然后达丹尼亚想起来了 他当初为什么离开他们村子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从小其实是一个小村庄的一个人 然后走出村庄之后 呃才来到巴黎还是哪 然后学了基建 然后成为了一个什么 卫队的人 然后才结识了其他火象手 才有了这么一番的故事 他当初为什么离开小村庄呢 因为他跟村庄里面的人说 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大象 村庄里面的法国没见过大象 村庄里面的人说 怎么可能 怎么世界可能有那么大的东西 最大的可能就是老虎什么之类的 不可能有大象的 你骗人 那大家就说 我出村子 我去给你们找一头大象回来 你们等着 然后他就 小孩就离开了 然后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经历了这么多保卫的路易十几 然后挫败了反革命的阴谋 然后他就跟路易十几说 你给我一头大象吧 这是他向路易十几提出的 获胜后的要求 就是一头大象 然后最后他起了大象回村庄了 非常好的一个结尾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这是小时候的志愿 小时候志愿就决定 你最后是当什么样的人 对吧 这个很有很好的一个预言 对没错 确实 就是达丹尼亚心中是 自存的 他没有那些争名夺利的想法 所以他才能 对吧 就是做的告诉我们的 他才能战胜邪恶 他才就是真的是不畏名 不畏利 就是我儿时的梦想 就是我一生要坚守的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纯洁无瑕的一个人 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 对 确实 就是这个情感动力 就是你能够把它 作为一个一生奋斗的目标 坚持下去 对 他途中也没受别的什么的诱惑 他就仍然觉得 我就是为了那个目标而在的 别的不能打扰到我 对吧 这个特别特别感人 这个其实还蛮难得的 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 好像 能够这样一直坚持下去的 很少 因为现实的因素 可能更复杂 你可能会更容易被别的东西所动摇 对 对对 就现实里面你 你经历的太多太多 对 就很多人其实都是 小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某种理想 然后长大了 然后大了一点 然后别的成年人说 你别看你现在这么小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就也像我这么小了 对吧 就像被这样的人说 对吧 你现在还看似有这样的什么的 什么很奇怪的想法 是因为你还没成熟 你还没长大 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聊到这儿 就非常非常开心 非常感谢 给我很多很多提法 非常感谢 谢谢 那我突然想到 你说哈 你说哈利波特 会不会在十年 或者二十年之后 重启电影 翻拍 或者重新拍 再找新的孩子演一遍 我不知道 但是 我觉得 也不是不可以 对吧 就是 黑客帝国二十年之后 都还能再 拍新的 对哈利波特 有什么不可能 我觉得完全有 完全有可能 但是 但是 但是目前 我觉得 我肯定不太希望 就是出现一个翻拍 或者是一个续作 但除了神奇动物 又是另外一个 一个系列了 嗯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以后 就是这个技术啊 什么都都更 更成熟了之后 可能又能做出来 更多精彩的这种特效吧 就是让你更加 让我们更加的还原 整个魔法世界的东西 因为 呃 现在的 这八部电影 它确实还有很多东西 是没有拍进去的 嗯 其实拍成电视剧 说不定会更好 哦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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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因为它里面涉及到的人物 很多嘛 就电影 它可能会为了 时常做取舍 但是电视剧 可能就不会 做那么多的戏舍 它可以把 更多大家想看到的 情节 放到上面去 嗯 我还 我其实还有点期待的 说哪个 很有个性的导演 能拿过来改一改 当然我不太希望 他完全 嗯 就是海岸的原著里面的拍 其实我倒希望 看到很有个性的导演 呃 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 可能我会有 有这样的期待 因为我觉得 呃 一个经典作品 它之所以是经典 它是会允许 所有人去 按照自己的理解 来重新构造它的 就像什么 莎士比亚 就是一样 所有人 不管中国的外国的 你看冯小刚也可以拍 外国的也可以拍 哪个国家都可以 把莎士比亚拿过来 沾进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会 看到 就是相当于一个 呃 同体作文 很多伟大的导演 伟大的大师 都在用同样的命题 就是莎士比亚 给你规定好这个命题 然后你来创作 那我觉得 就是很有趣的 很考验你们的 个人的能力 还有说 你们怎么理解 这么一个伟大的命题 对 对对 这个是很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嗯 OK 呃 神奇动物三可以 呃 我们呃 继续讨论 邓布林波的秘密 对吧 可以可以 就是电影的 先发方看到了 可以联系我们 哈哈哈哈 然后呃 对 然后就是呃 我觉得希望就是 各位喜欢 哈利波特的 这个哈迷们 就是呃 能够坚持 就是大家在小说里面 所呃 所感受到的东西 然后就像 邓布林多说的那样 就是 坚持你自己的选择 对 嗯 我 那我要说的就是 同上 我 我点赞 点赞 对 阿基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对吧 真的就是坚持 你们所选择的东西 相信的东西 你们当初看到了什么 它就是什么 就不要怀疑它 坚持那条路 对 感谢大家 感谢阿基 感谢 感谢可能 不多的听众的陪伴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 然后希望我们 下次比如说 神经动